这个钱是不是你放在我包里的 这 这什么意思吗 什么什么意思 我这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啊 我凭什么花你的钱啊 你给我发工资 曹小强 你花一点我的钱要怎么啊 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小邓影视 今天带来这部《大男当婚》 下饭神剧希望大家喜欢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 光头哥参加婚礼 大手一挥就是三千九百九十九 转头却发现自己给错了 赶紧厚着脸皮网微啊 刚才我有一个红包 那个娃娃食品公司的 你帮我查一下 好像里面有 对对对对 我看一下这里面 我是那个 哎哎 你干嘛呢 什么意思 小强拿回红包 这才顺利送到了顾客席上 可好好的大喜 宾客们却哭得是稀里哗啦 甚至还有承受不住 当众直接离喜 光头哥一心吃瓜 脑子里已经够撕了上万字 多早练狗血大剧 可在一抬眼 什么同事也跟着哭声 小强听得眉头紧皱 我都三十五了 不还是一直单身 你小子最好几年慎行 大龄单身的日子可不好过 当妈的三天两头 就来电话催婚 小强轻车熟路地打开电视 假装自己正在聚会 顾弄完亲妈 小强常叹一口气 自己都觉得自己滑稽 冷冷清清的家 与白天那个看似热闹 却又处处悲剧的婚礼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家身患绝症 还有人陪伴友人爱 可他呢 小强硬撑着下了楼 连打车都要喊门卫帮忙 一个人满头大汗 缩在检查的病床上 小强就这么强称地做完了检查 打个针还要被小护士扎心 小强自个儿举着瓶子上厕所 又想起了白天同事的话 脑子里的想法越来越负面 可往医生那一座 这不正是白天婚礼上 泪流满面的女人吗 大夫 这是什么毛病 是不是很严重 是不是什么大病 大夫 如果什么大病 直接跟我说 不用瞒着 我有心理承受能力 小强自己吓自己 以为小命没得治了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普通尿结石 回家蹦一蹦就好了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他还有些不敢相信 家属来了吗 没有我自己来的 没人陪你看病 来了个朋友 叫他进来 是不是没得治了 叫他进来 我当着他面告诉我 小强这才相信自己没得绝症 可他毕竟一把年纪了 有个头疼脑热 身边连个照顾的都没有 总不能老靠着孙友 孙友提议他拿下医生 后半辈子吃喝不愁了 也不管小强的顾虑 真把医生约了出来 还替他准备了小礼物 让他尝尝开花的滋味 小强嘴上说着自己配不上 身体倒是很诚实 做了一套头部护理 盛装打扮去赴约 可等人家打开礼物后 小强彻底傻眼了 大礼东西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最近挺流行 挺畅销的一本小说 讲的是那个 未婚大龄女青年 谈恋爱的故事 写的挺好 挺生活的 据说马上就要拍成电视剧了 这别角的演技 连小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连忙转移话题 问医生对自己的印象 我对你的情况我都挺满意的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觉得八字有了一笔 小强忙着介绍自己 三年前刚买了套房子 每个月都要还房贷 虽然压力挺大的 但他一定会努力工作 小强想的正美呢 医生却有些莫名其妙 只是让他当个志愿者 还是免费的 怎么连家底都漏了 这临床示范课啊 对 我有一门临床示范课 关于男性命药系统的 科技越来越发达 可是用保守的思想在作祟 很多人都害怕 当众脱裤子的尴尬 我谢谢你对医学的理解 也谢谢你对 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支持 不是 约我前面去 就是要说 当众脱裤子的事 不是你自愿的吗 小强终于意识到 都是自己自作多情 可他还是不死心 如果不是工作的事情 自己有没有一丝机会 没想到谨慎的自尊心 也被无情地踩在脚底 所以在你的眼里 我就是个病人是吧 对不起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病人 再见 接二连三被拒绝 小强心里五味杂陈 本来想用工作麻痹自己 没想到还被当成了人犯人 老实人被当成了人犯人 尽管他拼命解释 不认识什么妹妹 对方就是不肯相信 时宜要找警察评评你 小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接过纸条仔细一看 竟然是表弟造的面 他今年二十岁 跟你们搞在一起好合理 自己家的烂摊子 小强只能帮着表弟收拾 哪成想对方翻箱倒柜 差点拆了自己家 私闯民宅还这么嚣张 这下轮到小强不爽了 刚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人家就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不就是自己家的逆子 拐走了人家的妹妹吗 这下小强是真没理了 只能尴尬地挂掉电话 留下联系方式帮他找妹妹 小强刚送走这尊大佛 没一会儿他又反了回来 原来谷青找妹妹时弄丢了包 手机要是都在包里 连家都回不去了 只能来找小强帮忙 结果却一无所获 临走前恰好看他在修柜门 三两下帮他修好柜子 又顺手帮他打开罐头 还顺便做了一顿饭 小强不自觉对谷青刮目相看 三十多岁的人没有用武之地 只能干等着吃饭 没想到一觉睡到了天亮 看着桌子上的面 和被收拾干净的家 小强感受到被照顾的温暖 这让他对谷青的感觉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或许是想再见他一面 小强把包找了回来 送到了谷青家里 你干嘛要帮我 我怕你天天上我家抄家去 进来坐 方便吗 进来吧 原来谷青是个刀马蛋 父母很早就不在了 妹妹是他最亲近的人 还被人给拐走了 小强资质里亏 只能担保弟弟的人体 安慰他放宽心 等小强回到家后 果然是表弟拐走了人家妹妹 赶紧把人给我送回去 我不走 我在法西斯 我得反抗 你反抗什么呀 十几岁的孩子高中没毕业 谈什么恋爱 哥我不小了 我都二十了 谈恋爱怎么 再说了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 他姐硬要拆散我们俩 我要一辈子和他在一起 我要跟他结婚 结屁婚啊 别扯淡了 我三十五岁的人没结婚 你结什么结什么不婚 赶紧马上送回去 我不送 小强对付不了表弟 只能搬来救兵 你啥呀 你砸我也不开 你这这这咋 没表什么包 你让开 你就没必要这么暴力吧 眼看着门就要被踹开 小情侣更加反抗了 我不会让你带他走的 我爱他 我要跟他在一起 姐 我不会 你走 放开他 放开我 放开他 怎么了 我好想你让他送派小秋 打伤他 有什么话好好说 好吗 别这样 放开他 不然他人走 走 先把手松一下 放开他 小强喜踢骨折 面对损友的幸灾乐乎 还硬是嘴硬自己没事 结果下个床都费劲 刚想出门散散步 就遇上了来送钱的古青 这一来二去的 还是为了孩子那点事 毕竟是自己家的牛粉 祸害了别人家的鲜花 倒不如反其道而喜 同一两人来往 小强好说胆说 古青才勉强接受 刚准备来的三方会晤 提出自己的条件 没想到小情侣条件也不少 不仅每次要见四个小时 还得单独在一起 不然没得商量 我们退一步 单独见面可以 但必须是公共场所 你们思想也太肮脏了 你们认为我们俩能干嘛呀 我们成年人就思想肮脏了 还真就怕了 可以 但是我们要单独在一起 不行 听我说 咱们像今天这样子 可不可以 每次见面 你们在里头 我们在外头 这样行了吧 行 终于哄好了这俩祖宗 小强以身作则 承诺只要遵守约定 绝不干涉两人交往 这才顺利签字画鸭 可小情侣表面上答应 背地里却做起了药 妹妹装成古青 率先发起了进攻 再看弟弟弟这边吧 再看弟弟这边吧 两个被蒙在鼓里的单身汉 两个被蒙在鼓里的单身汉 这么一来二去 心态不自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两人只是个爱情保安 专门监管人家 小情侣谈恋爱 哪知就点个菜的功夫 他俩之间的气氛 比人家小情侣还要暧昧 这对欢喜冤家 忽然扭捏了起来 平常一个作风彪悍 一个老实芭蕉 这会儿一个装淑女 一个眼神弑 连弟弟妹妹都看不下去了 没办法 谁让是自己造的孽呢 两人正偷笑呢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你们俩笑什么呢 你们 你们是不是拿我们手机发信息来着 谁的主意 走回家 你们办协议 我们卖俩奥匙 什么狗皮协议 我告诉你 以后别想再见到古今 你放开 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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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想再打伤一个 放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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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卿第二次打伤小强 要是因此恢复不好 很容易落下后遗症 他十分过意不去 收拾好行李 亲自照顾小强 可孤男寡女的 小强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能由着他照顾自己 也算是体验了一把 被人伺候的感觉 连外人都羡慕不已 小伙子不错 找一个好媳妇 你被媳妇打伤过手吗 小强一把年纪受了伤 当妈的心疼坏了 又怪儿子不早点结婚 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没想到一转头 就看到来送饭的女人 妈妈上下一打量 觉得两人关系不一般 嘴都得到耳根子上 小强你怎么不给我介绍呢 没介绍了 古青 还有呢 她是军医院 唱刀马蛋 刀马蛋 我喜欢刀马蛋 那个女父妈 女父妈我特别喜欢 好听 好 我没洗 看我儿子 就喜欢刀明面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妈妈对古青很满意 人都走了老远了 眼睛还不舍得收回来 可疑问不争气的儿子 非说俩人是普通朋友 小伙受不了父女催婚 找了个假女友谋混过关 假女友禁止禁止 主动承担了做饭大任 完全像是个女主人 看着厨房忙碌的身影 老妈越看越喜欢 你不跟我说 你说你跟古青的关系 没有经历 我怎么觉得不一般 就是你来越南那两天 我们有质变 有关键性的突破 你傻红啊你 我觉得古青 对我们家厨房的熟悉程度 绝对不是第一次来 很快就摆满了一桌菜 只是南北差异有点大 第一口就厚闲 爸妈不好意思开口 强撑着咽了下去 但没眼色的老旧 可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一脸嫌弃 不用了阿姨 别麻烦了 老旧像的憨憨 看不出姐夫拼命结尾 不仅嫌这嫌呢 嘴上还没有把门 把两人离婚的事抖了出来 小强妈对古青很满意 但问儿子什么都不肯说 只能去找儿子损友套话 损友谎话张口就来 称两人在书店相识 同时看上了一本 浪漫的爱情小说 恰好店里就剩一本 两人借来借去 就这么借到了一起 损友边故事杀不住车 又制造了二次相遇 后来小强就参加了一次婚礼 小强担任这次婚礼的伴郎 您猜伴娘是谁 古青 这也太弱智了吧 这种头话骨是谁信的 见小强急得一脑门汗 古青忽然玩性大发 谎称阿姨找过自己 自己可什么都说了 这可吓坏了小强 赶紧回家找老妈试探 结果老妈只是去回忆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摆了一刀 没想到刚安心 古青又遇上麻烦了 女友被追债的堵上了门 小强看了眼残血的自己 还得靠智取 我都跟这等了一星期了 他就是死皮赖脸的样子 怎么办呢 要我说就是给他最后三天时间 还不上 咱就把利息给加上去 你谁呀 凭什么听你的呀 就谁呀这是 我是他大债主 他欠我五万块钱 他也欠你几钱 为了敲他门 我把手都砸断了 小强这波优秀操作 总算是忽悠走了追债的 才知道古青过得这么艰苦 原来如此彪悍的性格 都是坚强的伪装 一个女人实在不容易 小强盈盈有些心疼 嘴上说着帮不上忙 转头就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虽然只有一场演出 但出场费就有五千 比古青一个月工资都高 到了工地演出这天 古青在台上卖力唱戏 起初还吸引了大波工人 凑在台下看热闹 没想到才一会儿 工人们就没了新鲜劲 接二连三走人 厂子瞬间冷清下来 这可把包工头急坏了 演出结束后 小强送来鲜花祝福 可见古青疲惫的样子 他更多的是歉疚 怪自己没摸清场地 演出环境实在太差 委屈了古青 可人家一点也不介意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两个人越来越熟悉 对彼此的感觉 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可古青却想结束 这段假的恋爱关系 他不想继续欺骗小强父母 更不想再连累小强 可小强却犹豫了 他已经被眼前这个女人 深深地吸引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古青有些措手不提 他不是不愿意接受 只是父母之间的矛盾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很难再继续相信爱情 小强终于抱得美人归 可没想到女友的家里 竟出现了别的男人 女友床上躺了的陌生男人 这可把小强吓坏了 可提起这个父亲 古青心里只有怨恨 甚至因此搬到了剧组剧主 小的时候父亲因为打人 被判了十年 出来后又聚重赌博 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甚至连母亲的葬礼 这个所谓的父亲 都从没有出现过 现在他把我想起来了 肯定是别人追债追的 他没处躲了 他才把我想起来 他有什么资格当我爸 他再也没有尽到责任 到他病实的心地 再说了现在年纪一大半 你说谁每个生老病死 别说了 他在我心里早就死了 小强出于关心 相谎和父女之间的关系 可女儿身边多了个男人 父亲十分好奇 年龄多大 学历多高 干什么工作 当然最关心的 是能赚多少钱 一听小强一个月 能赚一万多 父亲特别满意 这不白得了个提款机 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伸手就要钱 小强也不废话 可拿了钱就得办事 叔叔 我说您好好劝劝股亲吧 我刚才已经劝半天了 他住在剧场后台 也不是回事 你世界上 有当爹的给闺女让步了吗 那还得看是什么样的爹吧 小子 我还告诉你 你别瞧不起我 没想到这不靠谱的爹 祸害的女儿回不去家 还专门撵上门爱人眼 嘴上说着为女儿好 让他和小强结婚 结果处处挖苦他 专门出女儿曾经的情商 借女儿态度强硬 老父亲干脆直接闭嘴 但钱还是得要 骨青嘴上说着狠话 结果回家一看 乌龟真不见了 这下他彻底炸了 可对于这样的父亲 不仅骨青很嫌弃 小强妈更不满意 还没等他追问呢 无赖爹一通电话 儿子又跑出去了 老丈人坑未来女婿 打了一圈下来 小强都比脸还干净 甚至连欠条都快打上了 好在女友及时打了回来 可一看这场面 乌龄差点没被气死 别玩了 这是我家 你你还有你都给我出去 都别动 接着玩 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来找我 结果你就跟她混了 不能是是你妈打电话把我骗来的 非拉着我打两圈 可谷青灵院没有爹 也不想摊上这样的父亲 自己已经够苦了 不想让小强再烫这滩浑水 你跟他走近了 只能是家破人亡 没那么严重吧 母亲对母亲的死耿耿于怀 这是他第一次卸下伪装 露出脆弱的一面 只希望不要连累小强 母亲回到家后 要求无赖爹把钱还给小强 不要再招惹他们家 没想到无赖爹钻进前沿 声称是自己劳动所得 不仅不还钱 还打算请小强一家吃饭 这可气坏了母亲 主婚我警告你 你别去遭殃人家家人 这眼看就成一家人了 见个面怎么了 你不是嫌我给你丢人吗 你没脸没皮的还要丢人呢 我告诉你 你要再去找曹小强 我立马就跟他分手 马上就断 你有病啊 那孩子不错 你跟他分什么分 就因为我有你这么个爹 我不想让人家 跟着我一块遭殃 你承认我是你爹了 承认了 是不是 回头学他们家人吃个饭 我抢 没想到刚到饭桌上 这爹又耍起了无赖 其怕老丈人请南方吃饭 刻意送上了一份厚礼 南方父母出于客气 连忙摆手拒绝 没想到来回推脱下 人家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小强父母尴尬地愣在原地 这东西都买了 你让我退回去 好在有儿子从中化解 才笑着收下礼物 古爸又拿出一瓶好酒 打算好好招待亲家 可人家却不给面 那个 古 古亲家 我觉得咱们都是自己人 这 这酒就免了 咱们都是岁数的人了 喝多了身体不好 得得得 就是我听您 古爸这次倒是爽快 换上了几壶西瓜汁 这72遍的狗脾气 小强妈都无语了 可他最关心的 还是小两口成婚后 该怎么安排这难缠的爹 而古爸也看出来 亲家的顾虑 立马站起身表态 他们成家以后呢 贪过他们的 我过我的 我绝不干扰 他们的幸福生活 等我老了 走不动道了 我去养老院 养老院 绝不拖累他们 小强妈脸都笑江了 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可以听老头子说养儿防老 应该经常来往 强妈脸立刻拉了下来 这不是把儿子往火坑里推 生怕无赖跌反悔 赶紧又追上彩虹屁 让他去开展宏图大印 不用操心小两口的事 夸得古爸心花怒放 放心地把闺女交给人家 直接对瓶 吹完一壶西瓜汁 接着目光转向亲家 示意他们家陪一个 可这一套社会做派 平常人是真学不会 见气氛如此尴尬 小强立马站起身来 准备赔一壶西瓜汁 可亲爹这么难为人家 亲闺女可忍不了 我喝 不行啊 你还没嫁过去 干什么呀你 小强你坐下 他们还真是一家人 果然女儿脾气随亲爹 女的也打嗝 刘大 你怎么说话呢 你就不能让人好好吃顿饭 毕桌人强称着吃完了饭 小两口的婚事 算是双方父母默认了 可古卿打伤小强 这事却暴露了 他缺盖 不禁打 活该你嫁不出去 为了给女婿赔礼道歉 老丈人强行拉着他去喝酒 把人家儿子喝得东倒西歪 还敢开口催婚 拽得跟大爷一样 小强妈可不惯那臭毛病 直接开口拒绝了婚事 你说你怎么把你媳妇 娇成这样 我跟你说这女人 你得管 眼看他耍起了酒 小强爸好言相劝 毕竟打伤了自家儿子 哥谁谁能同意 小强妈可没那么好说话 咬定三个大字 就是不同意 这可戳到了古巴废馆 你凭什么不同意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家闺女 我跟你说 那外边追我闺女的人 多着呢 我闺女都没看上 就看着你家这啥小子了 你说 我闺女哪点 会不让你家这啥小子 行 小强妈惹不起酒懵子 威胁他再不走就报警 可酒鬼在监狱里蹲了十年 这点小风小浪 根本吓不到他 你让他们来抓我 让他们再关我十年 我还不走 不走了 见古巴墨镜一带 干脆睡起了大觉 老两口使出吃奶的利己 也没搬动醉酒大汗 好在古青及时赶来 一招单手擒拿 把老爹制得服服贴贴 可这么一通胡闹 古青元气大伤 本就没有安全感了他 对于这份没有祝福的爱情 更坚持不下去了 五清沉默了很久 终究说不出一个爱字 比起把心掏给别人 他更相信自己 可小强不想轻易放手 自己唯一的愿望 就是和喜欢的人 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踏踏实实过完一辈子 古青被温暖点燃 两人坚定地牵着手 一起回家说服父母 可看着伤痕累累的儿子 小强妈没法说服自己 打心里接受古青 两人长叹一口气 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 可没想到 古巴这会儿也不愿意了 我在这儿见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我现在我的 古青 小情侣结个婚有多难 古巴不同意了 强妈又忽然同意了 但是婚后得跟儿子住一起 还得先算一笔账 双方父母老就表弟 白白手指就算了七口人 你们俩结婚以后 一定会生孩子 八口 生了孩子总得要找人带吧 九口 九口人 你看这两间房子 这九口人 怎么住啊 小强强忍着苦笑 这哪里是同意 这不就是变着法的 不让自己结婚 可笑自己还十分期待 当妈的一边说着不干涉 让儿子自由恋爱 一边又阴阳怪气 这么多人一块住 不得换个大点的房子 少说都得四百平 你有钱吗 房子太贵 我买不起 买不起房子就不能结婚 我知道了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同意我跟古青吧 那这样好不好 那我就不成家了 这个婚我不结了 行不行 婚姻自己做不了主 小强干脆破罐子破摔 而另一头的古青 也打算和父亲划清界限 自己好不容易遇到爱情 能放心依靠一个人 可亲爹一回来 就搅得自己乱七八糟 他不想失去小强 更不想连累小强 不惜拿出所有积蓄 要把父亲打发走 你那么放不下他 我就是放不下他 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你听我一句句 你跟他在一块没幸福 幸福幸福是我的事 路我自己走 行吗 这是女儿第一次求他 也是老爸第一次低头 自己从没关心过女儿 这次他豁出去了 隔天就找到了小强家 只是这气势不像提亲的 倒像是打劫的 把你们当家的请出来 我有话怎么说 我我我就是当家的 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 您知道我什么背景 我们老大嘛 那可是个狠角色 我告诉你 谁要得罪了他 对那就没好下场 想当年 嗜手攻拳 把一个人撕着雷骨给打折了 这还不算 把脸都打成兴肃 尤其在里边 那我们老大那是出了名的 手还手还 谁见谁怕 小强妈下的坐立不安 表面还得故作镇定 要命只有一条 你看着办吧 社会大哥嘴上说着不动手 只是想商量商量 两家儿女结婚的事 可既然亲自上门了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要是出什么幺蛾子 自己可有的是办法对付 第一 我保证曹小强从今以后 找不着媳妇 找谁谁倒霉 第二 我可以保证 你们家从此没好日子过 哪天房子让人点了也没准 小强妈心里慌得一批 手上都要搓出三十一厅了 但嘴上还是不饶人 要横回监狱里去后 强妈不敢直接说 只能变招法的出难题 不是不让两人结婚 只是这么小的房子 以后九口人怎么结 既然你们家上赶着要结婚 当爹的给自个儿闺女 买套房子做陪价 完全没有问题 就因为知道古爸 刚从监狱里出来 不但手里一毛都没有 连现在的物价都搞不清楚 要买一套像样点的房子 少说也得四五百万 才故意提出这个要求 四五百万是多大个事啊 兄弟们 房子我买了 但是您不能反悔 小强妈心更虚了 本来只是想阴阳怪情 让对方知难而退 没想到人家一口答应 这下只能硬着头皮 表示自己不会反悔 送走这尊活颜王后 强妈才长出一口气 擦了擦满头的冷汗 没想到耸了半天的老旧 这会儿倒说起了风凉话 好家伙 好歹也是个男人 让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扛着 老旧借口还一大堆 又不是自己儿子结婚 怎么好出手呢 小强妈气死了 打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亲弟弟耸得这么理智气壮 你要不是我亲弟弟 我早就把你塞到 王头里面给你抽了 你有本事 就把我塞回妈肚子里去 我今天晚上就上香 跟我妈说你欺负我 就会窝里恨 这个王八蛋你 窝里恨 这个王八蛋你 窝里恨 独八大闹了一通后 却莫名消失了 父亲失踪了好几天 可当女儿的 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身高体重年龄 十分之汗 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知道他是我爸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武亲恨了父亲几十年 根本没空关心 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他看着一家人的照片 心里房线一点点崩塌 明明有个这样的父亲 自己已经够苦了 怎么现在他终于消失了 反倒心里空落落的 正当他哭得伤心时 父亲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把钱 原来父亲又去打开了 但这次是为了 给自己攒价着 我算了一笔账 平均一天一千 一个月就是三万 一年就是三十六万 两年怎么也够一套房子的手术 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 武亲盈盈有些动容 他知道父亲不想连累自己 但还是心软嘴硬 让父亲别管自己的事 又劝他别再去打牌 小心被抓进去喝茶 见父亲为自己辛苦奔波 武亲盈盈有些担心 却还是说不出关心的话 他很快煮好一碗面 只是走到一半时 又特意回去打了两颗荷包蛋 武亲端着面回到房间 等父亲吃了这碗面 他也想放下芥蒂 和父亲好好沟通 可不管怎么叫 躺在床上的父亲 始终没有一丝回应 只是一碗面地功夫 父亲就这么忽然去世了 武亲落寞地坐在医院 他还记得小时候 父亲总是穿着一身干部服 可在为他穿上时 却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 想起这么多年的辛苦 他怨恨这个父亲 但又可怜这个父亲 自己总是一位逃避 直到失去父亲时 他才敢说出心里的话 你当年为什么 要在我们最难的时候 就把我们人家不管了 你知道那些年 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你见到我妈 一定要跟她好好揭示清楚 你要是见着我妈 你跟她说 我真的很想她 等武亲回到家后 才知道父亲不叫古风 也终于明白 父亲睡觉时总带着墨镜 是在监狱待久了 害怕光 他知道父亲唯一的心愿 就是看自己家人 而为了自己的幸福 武亲也决定亲自去努力 你能给我们家小强幸福 我儿子压力特别大 房贷压力 我们家人口又多 他负担的特别累 你又能帮他什么呢 我不是那种失利 特别失利的母亲 我非得让儿子找一个 家境特别好的女孩 我就是想让我的孩子 过得轻松一点 宽裕一点 我想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武亲对感情没有安全感 独自扛着生活的压力 他也想有人保护有人爱 好不容易接受小强 不想再轻易失去 为了让强妈接受自己 武亲向强妈保证 虽然自己没有钱 但一定会对小强好 可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像是一盘散沙 风一吹就散了 武亲后悔自己太过冲动 不该打伤小强 即使伤口愈合了 伤疤却永远不会消失 他只能劝说自己 是因为自己犯下的错误 才让小强爸妈这么反对 武亲又一次提出分手 他不想因为自己 连累小强和家里人闹掰 更不知如何面对小强父母 可对感情坚定的小强 却不这么认为 撇开别的关系 我只要你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真的没想过 要合适在一起一辈子 除了你 可视 没那么多可视 用你这句话就行了 我请只要咱们俩是一条心 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解释 你现在不好起来 就行 和小强家里人 根本不认可两人的关系 转头就给儿子介绍了个新姑娘 家境又好人又年轻 能甩骨青好几条街 面对老父亲的游说 小强实在推脱不顾 只能答应去见 可偏偏在这时候 又接到了骨青的电话 原来是剧组要拆了 骨青扮上刀马蛋 想要拍照留念 小情侣你拍我我拍你 玩得合不拢嘴 可怕什么来什么 强妈的电话 打破了小情侣久违的宁静 小强心虚地挂掉电话 他不知道怎么告诉骨青 家里给自己安排了相亲 只能选择瞒着他 可电话却再次响起 小强只能硬着头皮接通 小强 你是不是有跟骨青在一块呢 没有啊 我跟你说啊 你爸爸跟你说的那个女孩 你一定要见面 见见见见 那就这么说定了 定了定了定了我知道 面对骨青的失落 小强还是没办法开口 还是继续瞒着吧 八样少女第一次相亲 就看上了35岁的大叔 是个秃头也不介意 就连大叔一脸褶子的心 看着都让他特别心动 就是这样 小强你知道吗 我要找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有点生活 有点阅历 不算太老 也不算太年轻 你知道吗 我见过很多人 但凡有点靠谱的 全都结过婚 这个人又不喜欢二手的东西 所以耽误到现在还没长到 姑娘对小强很满意 才匆匆见了一面 就碍到想三年生产 天天待在家里 做做家务带带孩子 等着老公下班回家 就是自己最幸福的事情了 见姑娘一脸期待 小强正愁怎么应对时 女友的查党电话打过来 瞅瞅姑娘再看看电话 小强心虚地被起身 谎称自己在朋友家 哪成想就要挂电话时 小姑娘忽然说话了 面对电话那头的质问 小强解释不清楚 又谎称自己在朋友家 刚才只是朋友的女友 这才匆匆挂掉电话 却不知道女友心生怀疑 立马向朋友求证 谎言便不攻自破 直到接到朋友的电话 小强才知道自己露线了 可人家小姑娘还蒙带鼓 好小强 你知道吗 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观察你 我觉得 我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 没想到姑娘脑回路这么清奇 但小强不是个随便的人 他连忙向姑娘道歉 表示自己有女朋友 只是迫不得已才来相亲 小强越想越慌张 眼下最重要的 是和女友解释清楚 可任凭他怎么敲门 姑娘就是不肯开 你到底什么意思吗 我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你 你什么意思 你让我相信你 我相信了 那你为什么又要骗我呢 我没有骗你啊 狗屁 你今天下午 根本就没跟黄伟爷爷在一起 你这不是骗我是什么 眼看事情暴露了 小强立马道歉 向女友说出真相 只是实在拗不过父母 才勉强去见了一面 小强并不觉得有多大问题 母亲可管不了那么多 背着自己和别的女人约会 不就是妥妥的渣男行为 母亲生气地摔紧房门 可发泄了一通后 又后悔有些冲动 焦急地等着人家的电话 而吃了别的小强 想去找随友倾诉 没想到又吃了次闭门羹 小强走到电影院门口 想约谷青看场电影 解除两人的误会 没成想电话刚接通 下一秒却没电了 等谷青再拨回去时 只有冷冰冰的关机声 他考虑了很久 觉得自己太过冲突 冤枉了小强 于是决定去找他和解 没想到撞见了男友和 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谷青立马来了脾气 小强听命解释 只是散场时恰好撞见了好友 又刚好手机没电 没接到谷青的电话 可接二连三的谎言 让谷青无法相信小强 前男友和别人跑了 爸爸扔下母亲和小三跑了 好不容易遇上的真爱 还总是和别的女人丢缠 你们男的为什么就不能 一心一意地对一个女人呢 他们是他们 不是我 他们不一样 都一样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两个在气头上的人 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小强还想为感情努力一把 却遭到了对方拒绝 只说两人都需要冷静 小强视魂落魄地过了几天 心里始终压着一块石头 一番思想挣扎后 他打算主动去求和 却收到了谷青的分手短信 等他急匆匆赶到时 谷青已经收拾好了一切 准备离开这个伤心地 谷青对感情没有信心 更无法改变自己 再继续下去 只会是两败俱伤 他打算回老家 担任剧团指导 重新开始新的生物 我非常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就能直接 为我做的一切 你是个好人 你以后一定能守护得很幸福 你把我忘了吧 看着行李一点点搬上车 小强不甘心就这么结束 还想争取挽留的机会 谷青重复地道着歉 他知道自己敏感多了 没能力给小强好生活 也没法让小强父母满意 他不是不相信小强 只是不相信自己 谷青临走前 在小强胳膊上 写下了老家剧院的地址 看着谷青离去的背影 小强惆怅不已 他不明白为何是这种结局 从生疏到熟悉 经历种种悲欢离合 终于放下借地走在一起 可这段稀里糊涂开始的爱情 本身就经不起考验 一个敏感多疑 一个固执己见 走到最后 也只剩一句谋 这纱布我能留着吗 那纱布你要干嘛呀 从港纱布开始 又从拆纱布结束 小强打算就此放下 可他能真的放下吗 老男人上补习班 可身边全是小年轻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小强肝大地坐在了第一排 一下子成了全场的焦点 紧张地坐都坐不安了 还没等缓过神了 老师急匆匆走了进来 这不是自己的相亲对象吗 果然是冤家路窄 小老师眼神十分毒辣 一看小强苦大仇深的样子 就知道他刚失恋 嘴上安慰着别难过 脸上仙笑开花了 自己盼了这么久 这机会不就来了 小老师直求表白 没想到小强还装听不懂 你当时答应我 说你要是跟你女朋友分手 就会考虑我的呀 小小强 你可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可小老师才二十二岁 自己已经是个老大叔了 老牛吃嫩草难免有代工 而且自己刚分手没多久 现在一心只想搞事业 也不辜负老板花钱 让自己学法语 小老师可不管那么多 事都没试过 凭什么说不行啊 男人不能轻易说不行 他决定主动出击 隔天上课时 小老师就抱了两大箱零食 给小强聪业绩 为了打消小强的顾虑 还特意说是校长请客 给同学们发福利 只是小强还有特别福利 一下课就被拉着开了前套 享受法语私人教训 为了帮小强的事业做大作条 让他有心思考虑自己 小老师费尽心思 给他拉了一笔大声 虽然小老师神神叨叨的 但白到手的业绩 不要白不要 小强亲自送货上门 没想到人家上下打量了一番 开口就问他多大年纪 一听比小老师大了13岁 女人脸都拉地上 不好意思 请问小六是您的 我是他小姨 实话告诉你吧 小六昨天晚上到我家 撒泼打滚的闹了一个晚上 非让我买你们的产品发福利 你是他男朋友 你们在一块合适吗 一上来就被猛烈输出 小强都懵了 没想到还有更猛的 你大他13岁 哥以前你可以做他爹了 您觉得合适吗 那要是跟哪个以前 大13岁都当不了爹吧 大姐 得得得 谁是你大姐啊 流利流气的 小强有苦在心口难开 卖个零食还要被人身攻击 明明是你家姑娘追求我 自己反倒成了臭流氓 你们这些男人 就会花言巧语的 去骗那些二多岁的女孩 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那您最好回去 好好教育就用五小六 让他以后别沾男人 别跟男人说话 估计在您眼里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对 你说的太对了 男人就是没有好东西 小强憋了一肚子气 要求小六别管自己的事 自己的业绩 自己想办法 一看心上人被欺负了 小六可心疼坏了 变招法的损小 我告诉你 他三十多岁了 还没结婚 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就是一个老怪物 那我也三十多岁没结婚 你不一样 你是我们家乔小强 你多可爱啊 瞧瞧这双标的多彻底 见小强一脸郁闷 小六还要帮他出气 等小姨公司再发福利 再缠着小姨买 凡不死他也要恶心死他 小姑娘一番甜言蜜 哄得小强心欢怒放 看着他上课的影子 心里不自觉多了一些暖意 可不知儿子桃花盛开的老妈 还给小强办了张健身卡 让他锻炼锻炼身体 等小强穿着性感的衣服 看见一屋子女人时 才知道老母亲的小心思 只是这像蛤蟆一样的姿势 能不能招桃花不知道 脸当时丢了不少 相比于一大堆妇女皮插下腰 小六显得多么天真可爱 为了小强的事业 小强快磨破了 终于联系了三家幼儿园 这热情开朗的姑娘 小强也被一点点治愈了 小强 你是不是特感动 感动特别感动 我劝你呢 不要这么关心我 如果你真的爱上我 我会逃不掉的 小强 能把我的电话存起来吗 对我存 那你能不能吃饭的时候 给我发个信息 可以关心我一下吗 发我发 那咱你拿着吧 快 小强越来越在意小六 为了感谢他的付出 决定请他吃一顿饭 只不过这顿饭可有意思了 这家餐厅有多奇葩 规矩不少 火气还不小 什么是80后 就是进这个饭店吃饭的人 必须是80年以后 和90年之前出生的人 不然我就不让进了 老实人小强愣作了 两人一个70后 一个90后 都不符合餐厅要求 可鬼精灵女朋友 早就准备好了 借了两张身份证 企图蒙混过关 这谁啊 不是 你觉得他跟我长得太不像了 像 我好不容易长得多像了 还有头发 没错 就是他 是他 您看25吗 我找到一家求求 如园的智商被疯狂摩擦 你管这满脸子子的大叔 叫80后 爸爸带女儿还差不多 他有头发的时候就显得年轻 亲爱的 你有头发的时候就是 就是二十五 见女朋友吹牛不打草稿 小强从头心虚到脚 话都不敢说一句 生怕露像 只能直愣愣站在女朋友身边 任凭自己被随便摆住 还试图给人家笑一口 一笑更吓人了 服务员也没瞎 照片和真人简直一模一样 死活不让俩人进 小女友一口二闹三上电 说什么都得进去 干嘛 是不是那都有了 我们就敢进去吃个饭吗 为什么就不让你进去呢 我又要动脚 我都不让你进去 小六凭借惊人的演技 带大叔成功混了进去 一进店就疯狂打卡 要是李板抱就起开包 还有当时最流行的变形金刚 满满的80后同样 小六还得拍下来 辟土之为伯呢 见大叔一脸蒙圈的样子 劝他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 回去好好上网冲 两人都摸摸西瞅瞅 可算是聊恶 没想到就点个菜 还得搞个随堂测试 考试卷子递上来 全都是80后的童年回忆 无花果泡泡糖卖粒子 还有最经典的铁皮青蛙 只要填对名称和价钱 就能继续留下来吃饭 小情侣一个70后 一个90后 对这些东西也算了解 两人说说笑笑交流答案 顺利通过了第一关考试 没想到吃得正香时 一道下课铃声忽然响起 周围的同学们立马站了起来 小情侣虽然有些懵 还是跟着站起身 小情侣信心满满作草 可到了伸展运动 两人明显傻眼了 简直和别人是一模两样 小情侣越作越心虚 只能照回话苗 试图蒙混过关 小女友年轻反应快 还能登得上 可小强这滑水的姿势 和一脸褶子的长相 很快就引起了 教导主任的注意 如此牵强的理由 服务员哪会相信 小强列举了许多动画片 只是越说越结巴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在撒谎 毫无疑问两人被请了出来 小强可算是松了口气 临走前不断道歉 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可小女友只顾高兴 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目光 或许这就是两人的差距 晚上临别时 小女友送上香吻 给老男人尝尝恋爱的感觉 老年生活中 偶尝找找刺激 倒还挺有趣的 小强慢慢陷入爱情 开始注意形象馆 摸完了眼角的褶子后 才想起联系小女友 可这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她焦急地冲出门寻找 不成想人家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正坐马路牙子上看月亮 我在家看月亮 你陪我一起看月亮 你看你看多好的夜色 大小姐 这已经后半夜了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那你去请假呗 当时为了我呀 两人听着音乐看月亮 原来都是月亮惹的祸 那晚的月色太美 你太动人 老大梳头一次感受到 甜蜜又刺激的恋爱 也从心底接受了小六 可甜蜜也有甜蜜的待见 小强睡过了头 火急火燎地冲出门上班 当妈的也跟着着急 你早前要上早班 你不还早点回来呢 当我青春了 又没当我你的青春 强妈越来越觉得儿子不对劲 总是早出晚归 问人家还不说 非得让当爹的查清楚 趁着小强上厕所的工 强爸偷摸查看儿子隐私 不是翻笔记就是翻手机 被儿子发现后也丝毫不慌 有的是歪心思 老爸立刻向上级汇报情况 发现儿子谈恋爱了 对方是个年轻小姑娘 老妈心领神会 吃走老头和舅舅后 向儿子打听小姑娘 明明看出了儿子冷脸 当妈的丝毫不在意 担心小姑娘是不是真心了 又嫌人家年轻漂亮有学问 害怕自家儿子被骗 老男人不骗小姑娘就不错了 当妈的还挑上 那在别人眼里我是一坨屎吗 当然不是一坨屎了 你以后不要让爸来偷看我的手机 小强你现在不是谈恋爱的年龄 你考虑得要有结果 要结婚才行呢 你知不知道 妈我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当妈的操碎了心 殊不知儿子小女友 已经打算约小强见父母了 我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很轻松 也很愉快 但是现在就让我们两个人 确定关系 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见你的父母 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小女友可没想那么多 只是吃个饭而已 而且以前那些男朋友都见过了 也不差你一个 可大叔顾虑太多 自己一把年纪了 时间和精力都有限 只想找一个合适的人 踏踏实实过完一辈子 小女友也不是闹着玩的 毕竟生孩子指标还没完成呢 我22岁就要生我第一个孩子 我现在马上就22了 我快来不及了 听我说 生孩子是第二步 先得成一个家 成家是第一步 你不成家 你怎么生孩子呢 小女友听不出话外音 逆心认准了小强 如果你想成家 你想结婚 不要 我随时都可以 你看你一直在说你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两人都说个的 一个觉得只是见个父母 一个却觉得是个重要仪式 得确定结婚才能见 凭什么到了自己就拒绝 见小强这副磨磨叽叽的样子 小女友彻底发火了 他们都能见 为什么到我这就不行了 小强我知道了 你就跟人没想跟我好好处 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跟我去实话 小六你听我说 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只是觉得 我们俩现在的关系 还没有到这一步 小六算是听明白了 不就是明摆着拒绝 但还是留下了地址 告诉他爱来不来 小女友气冲冲走了 可小强的收拾残局 正打算下班去赴约时 没想到甲方爸爸忽然空降 还点名要求自己赔酒 这不耽误自己进度吗 每次他看见我 都是故意管我的 恨不得把我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这样就不行啊 他怎么点名 整条命搭进去 也得去 追求爱情的道路上 总是充满坎坷 小强两头为难 这边酒还没喝完呢 那边小女友又催上了 小强撒鸭子赶场 终于没耽误见家长 可双方刚见面就尴尬了 35岁大叔 见小13岁女友家长 一声叔叔阿姨叫破房了 两个光头墙相见 女友父亲无比亲切 看小强十分顺义 可女友妈妈一脸嫌弃 不信小强才35岁 看着还没有自家老头年轻 又害怕女儿被老男人呼吁 要求检查小强身份证 走了吗 你给我 真是的 你以为你们闺女圈心眼 动不动被人骗 兄弟 别介意啊 当父母的各位儿女操心不是 老丈人一口一个兄弟 叫得小强心里直发慌 说话都直结巴 偏偏女友还让自己表态 说一些白头到老的话 只是这大灯泡只会变亮 不会变白 叔叔阿姨 我今年35岁了 我已经过了游戏人生的年龄了 我很想找一个对象 有一个稳定的感情 虽然两人交往时间不长 但自己是认真的 还承诺两人结婚以后 会照顾小六一辈子 小强这一波真情了白 说到了老丈人心堪灵 越看越喜欢这个女婿 说得好 兄弟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放心 爸 你别再叫兄弟了 他不是你兄弟 你非得把他叫成我叔啊 他都35岁了 当你叔何事 老丈人却很开明 只要对自己姑娘好 年龄完全不是问题 而且老男人会心疼人 这一顿饭吃下来 二老对小强很满意 可小强却忽然不自信了 小女友年轻又貌美 还会说法语 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人 却偏偏看上了自己 小女友不管别人怎么说 非得在一棵老树上吊死 主要是老男人会疼人 以后有了孩子也养不起 小强好不容易守住清白 回家还得应付八卦的老妈 老太太整天围着儿子转 儿子没对象的时候 着急上路 有了对象还不放心 非得亲自把把关 让儿子约小女友见面 小强无奈只能答应 小女友第一次见男方家长 可男友却背着自己 接前任的电话 见男友一一不舍挂掉电话 又说只是个老朋友 托他买一些药 小六看得出来 男友满脑子都是老朋友 甚至扔下自己这个女朋友 不管急匆匆要去帮人家买药 小六也是第一次见家长 不知道男友父母喜欢什么 可当男朋友的呢 还满心都是别人 不陪自己买礼物就算了 甚至自己第一次上门 竟然要让自己打车去 到时候两人楼下碰面 小六也是个女人 他能感觉得到 相比于自己 男友对老朋友更加上心 小六心情很复杂 他打算消失几天 小强在楼下左等右等 始终不见女友的影子 发短信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小强这会儿才着急了 四处打听女友的下落 打到女友学校时 被告知他请假一个月 学校也没有消息 小强满是担忧 又找到了女友小 小六他没事从来不着我 是不是又失踪了 小六他一闹停去就玩失踪 你呀也别找了 过两天他得会出现的 这家都什么人 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女友的消息 小强亲自去学校找人 可人家早就辞职了 只能失魂落魄回了家 没成想刚打开家门 屋子里贴满了标志 顺着标志向前走 看到了满满一桌饭菜 粗细搭配好消化 准时吃饭哦 五小六 小强终于松了一口气 连忙给女友打电话 却依旧无法接通 正准备睡觉时 又发现了女友写的纸条 睡前别忘了听点音乐 音乐 知道你有个人忘不了 我给你时间 慢慢的忘了他 解决了你的遗留问题以后 咱们再干干净净的开始 祝你首老歌 我最喜欢的 忘记他 嘿嘿 小强也没想到 向来幼稚直接的姑娘 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 替自己考虑了这么多 听着这首老歌 小强隐隐有些感动 也打算放下过去 好好和小六在一起 甚至开始上网了解女友 只是电话永远打不通 可家里却永远有热彩 小强决定亲自蹲点抓人 没成想居然是个老阿姨 你谁啊 那你在家呢 那就把这两天工钱给我们结了吧 好一天没给结了 小强还等着田螺姑娘呢 没想到是生气出走的女友 天天雇人给自己做饭 而且都来三天了 一分钱也没给人家 果然所有甜蜜的享受 都是需要物质基础的 小强结清钱后 送走了做饭阿姨 还以为女友不再任性 终于懂得体谅自己 没想到不懂事还是不懂事 女友的电话打不通 消息也不肯回 小强一把年纪了 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 正打算用工作麻痹自己时 女友忽然出现了 年轻人的脑回路果然不一样 上一秒还在玩失踪 下一秒跟没事人一样 可小强也知道 女友消失了这么长时间 只是想让自己冷静冷静 放下不该想的女人 一心一意重新开始 只是这种处理方式 女友觉得很浪漫 可小强却觉得不靠谱 自己已经过了玩闹的年龄 没有经历玩游戏 只想安稳的恋爱结婚 可女友呢 脾气说炸就炸 好工作说辞就辞 完全不考虑后果 好在两人最终解除了误会 小强刚回到家 渣男损友又坐起了腰 居然嫌弃女朋友长得丑 想拿小六刺激刺激人家 竟然没听出渣男话里有话 还处处夸奖男友 人渣还这么理智气壮 当面羞辱女朋友 小六彻底变了脸 你竟然不喜欢人家 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你们怎么这么不真诚呢 是他是长得不好看 可长得不好看 你不能怪他呀 你们没有资格这样 评价别人 哇塞 你这你有什么来头 对于这种花花肠子 小六厌恶的很明显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只要自己看不上他 就不可能委屈自己 继续陪他们吃完饭 可小强总是万事留一手 毕竟和隋友穿一条裤子长大 不可能为了女友 和隋友断绝来往 但也不想惹女友生气 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 两人代沟越扯越大 小六还试图挽留小强 可最后换来的 只有一句别太任性 其他的事情我无所谓 但是感情的事情 必须是越深的 两人当街闹得不欢而散 矛盾也越来越深 这天小强正开会时 女友忽然推门而入 当着所有同事的面 不顾自己尴尬的处境 强行将自己拽了出去 小强就是年轻 不在意小强工作有多忙 只关心两人吵架后 为什么没有接到道歉电话 为什么自己家住那么远 做男朋友的还能放心 让自己一个人回家 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走 小强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更没有必要道歉 并且再次声音 就算女友再不喜欢損友 自己也不可能和他断绝来往 可小强像是在对牛弹琴 女友始终都是一根筋 两人又一次分道扬镳 可晚上小强回到家后 再次接到了女友的电话 听着那头虚弱的声音 小强叮嘱女友多喝热水 着急忙慌地赶到了他家 却发现女友跟没事人一样 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 反而高高兴兴地 要自己陪他看月亮 小强崩溃不已 世责女友太过幼稚 不能替自己分担烦恼就算了 还处处添麻烦 小强无奈地回了家 好不容易过了几天清静日子 没想到大半夜 再次接到了女友的电话 小强坏了流氓的好事 小强坏了流氓的好事 被打得鼻青脸肿 衣服也被撕得稀烂 可更气愤的是 流氓竟是女友主动招的 只是为了测试自己 是不是真的在乎他 小强压住心里的怒火 劝女友成熟一些 少玩幼稚的把戏 我已经22岁了 我成年了 不用你来教育我 我不是在教育你 我烦了我累了 我刚上班要工作 我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陪着你玩游戏 两人差距实在太大 一个幼稚任性 一个无趣古板 女友所谓的认真 在小强看来 全都是儿戏 或许女友真该找个年轻人 全心全意陪他做游戏 小强 你是不是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们俩 从来就没有正式的开始 这段一团糟的关系 小强完全没了信心 可没想到女友 认错比犯错还快 急着向自己道歉 又忽然理直气壮 提起自己的承诺 答应包容他为所欲为 胡说八道 对于两人的关系 也丝毫不管自己的看法 执意觉得两人就是适合 觉得我们俩这样子 不会幸福吗 幸福 一定会幸福的 我觉得我们就会幸福的 你老是说你自己 你从来不容我的感受啊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太幸福 可女友根本听不进去 隔天就找到小强 竟直接提出了结婚要求 甚至自作主张 工作也辞了 保姆也开始找了 那你要是不打算主动求婚的话 我主动好了 老老强 你愿意娶我吗 小强十分困惑 为什么女友总是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听不进去一点实话 还幻想起了美好生活 我房子和阿姨都已经安排好了 等将来咱们结了婚 我就生两个孩子 再养条狗 我们俩坐在院子里面 看着孩子跟狗玩 我想想都很幸福 你不觉得吗 女友从小生活优越 这些在他眼里再正常不过 可这世界上不都是有钱人 小强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自己只是个普通打工人 拼死拼活才月薪上万 还着六千的房贷 如果卖掉房子买别墅 等结婚以后 要一个人养老婆孩子 房贷物业费车费 自己完全负担不起 本以为女友能理解自己 可更扎心的还在后面呢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中年成功男士 我不是那个阶层的 我真的负担不起 我没有资格跟你结婚的 小强说出了多少 中年男性的心酸 可女友从小锦衣欲识 根本不懂现实和理想的差距 可是 可是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呀 这些东西不是三十五岁 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吗 你怎么混得这么惨呀 小强拼死拼活打工赚钱 虽然没有车弹也打得起 虽然房贷很贵 但自己也赶上了买房大潮 虽然工作很憋屈 但好歹是个中层主管 已经好过了大半的打工人 可在女友的眼里 只是一个惨子 他本来没觉得自己有多苦 现在反倒有些苦了 小强愧疚的道歉 不能给女友想要的生活 只能眼睁睁看着 女友转身离开 留自己一个人默默扎行 经历了这么一场打击 小强压力越来越大 甚至做梦都被扣业绩 你们销售我们的业绩 因为我非常失望 工作差点没了不说 还欠了一批笔债 虽在电话不停地响 把小强拉回了现实 小强火机火燎赶到公司 还不等彻底忘掉噩梦 没想到现实中的事情 竟和梦中的一模一样 同样地被老板扣业绩 同样地接到电话 不过不同的是 老板给了小强一笔奖金 奖励他拉了的大客户 可小强却很猛逼 自己什么都没做 哪冒出来的大客户 还没弄清楚情况 消失的女友却忽然出现了 小女友要去法国留学了 为了感谢小强的照顾 托老爸买了小强的零食 多少能帮上一些忙 让小强少还点房贷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小女友向小强告别 自己只是想和喜欢的人 过喜欢的生活 不管柴米油盐酱醋茶 快快乐乐过完一生 而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像一盘笋纱 不用风吹就散了 我是天天喜欢的 可是你把生活说得那么辛苦 让我害怕了 我是想活得轻轻松松的 我不想承受你说的那些压力 对不起 少少家 你就当我是那种自私的女孩吧 希望你还没有真正的喜欢上我 忘了我呗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小强怪自己无力 但更多的却是妥协 曾经所有的天荒地老 也能轻易被现实击垮 小强落寞地念着法语 回忆两人曾经的美好 从一条短信开始 又从一条短信结束 给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 画上一个遗憾的句号 从成熟自立的古青 到青春活泼的小六 或许只是没在合适的时间 遇上合适的人 你好 再见 这就是生活 老男人网恋奔现 西装墨镜三七分一通捣齿 可甜心教主却变成了老阿姨 这有人 你干嘛 这有人 你就是威猛男 李文达吧 我是 你有1米85吗 看着够单薄的 威猛男尴尬地笑了笑 问自己就是1米8 只是对方这身粉红传达 威猛男合理猜测 不是媒婆就是家长 连人家都认不出来了吗 威猛男猜想了108种课 还有一种想都不敢想 没成想老阿姨 没羞没骚 静贴着自己坐了下来 你等的就是我呀 人家就是甜心教主啊 你起的什么名字呀 你还甜心 你这名字就起的不合逻辑吗 你都散黄了 你还甜心什么呀 你欺骗我的感情 威猛男人到中年第一次恋爱 还没开始就翻车了 还以为是个甜甜的恋爱 没成想是个网络感情骗子 果然从热恋到护山 只需要匆匆见一眼 感情自己这几个月 一直对着老阿姨喊宝贝 威猛男受不了刺激 把自己关得严严实实了 留下了猛男的泪水 一家子都跟着着急上路 人心哪能没点挫折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姐姐恨铁不成胖 老弟一把年纪没对象 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 可李文达这个解宝男 整天在家打游戏 吃姐姐的助姐姐的 能力不高 心气还不低 体力活干不了 不体面的不想干 像这种精神残废 吃好喝好活下去 就是对世界最大的人词了 姐 你也不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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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空警报一拉下 福地魔姐姐也只能干着急 连累小强也替他操心 想来想去也只有 损友公司合适 也不管人家同不同 隔天就把这难缠的老舅 抢安硬拽着亲自损伤 可损友没工夫管老舅 正忙着躲钱女友吧 看 看 扫 老 小强吃人嘴软 答应帮损友对付前女友 只是正忙一报 误会可大了 我觉得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而且你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你为什么非得在他这棵歪布树上吊死 为了骗小姑娘趁早走人 小强胡说八道张口就来 这世界上还有大把好门 等着你去挽救呢 你现在尚改的爱人家 等将来你们结婚以后 被渣男一辈子拿捏 像你长得又漂亮人又好 你就该去找个真爱 让渣男一辈子羡慕极度恨 等到皇爷灯枯游节的时候 你插他一种去 一直写着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好好珍惜 小强一番惊天地气鬼神的演讲 让小护士醍醐灌顶 行了 别装了 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现在你听我说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你知道 行了 你别演示了 小小强 你是个好人 如果要是没有黄伟业的话 也许 反正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 我对天发誓你知道吗 没想到这女人脑回路清晰 还一点不听自己解释 小强想死的心都有了 只能一杯杯灌着酒 没想到人家临走前 还给自己发了的好人卡 小强彻底麻了 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呢 小强隐隐还没削呢 爸妈又坐起了腰 给自己搞了个相亲大会 高学历 高颜值 高工资 各种类型应有尽有 可往现场一坐 高颜值的没看见一个 老阿姨倒是来了不少 你有车吗 你有房子吗 咱俩要是结婚 你能帮我姐姐护口了 你行吗 小强向了一圈下来 脑瓜子都晒脱皮了 也没一个顺眼的 连买菜路过的大妈 都要来损她几句 来来回回光见了老太太 还以为像丈母娘呢 小强受不了了 上班都比这个强 没想到打个车的功夫 竟撞上了一个大美女 相比于刚才那些牛鬼蛇神 小强心里美滋滋的 但更让小强惊喜的是 美女主动打电话 邀请自己去吃饭 这不春天来了 那你来说像你这样的美女 在小区里走来走去 我应该早就发现 我不经常住这边 人到中年走了桃花运 小强心里美滋滋的 还想再套套近乎 打听打听人家住你了 下一秒去破坊了 我男朋友在东三环那边 租了个房子住 一般平时我母亲 自己在这边住 小强心里咯噔一下 但还残存一次幻想 猜自美女失恋了台班回来 没成想人家感情不但很好 年底还要结婚了 小强白激动异常 不是看上自己了 难不成是他的漂亮景 看上自己了 没想到美女是替别人的 你父母是不是离婚很多年了 你别告诉我 你是来给我找后妈的吧 你话不能这么说呀 老年人也有追求自己爱的权利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绝对不能成为 他们老年感情生活中的绊脚师 小强算是看明白了 这是人家老妈 看上自己怕了 但别人夕阳无限好了 自个儿老妈咋办 小强可做不了主 虽然爸妈离婚了 但老爸心里只有老妈 压根看不上别的老太太 小强坚决不同意 可人美女不这样想 你父亲想复婚 是一种失去控制感之后的 失落情绪在作孙 这也正说明 他迫切的希望 能够有一个新的家庭 从而得到关心跟重视 美女说得头头是头 觉得强霸老了自卑 不敢追求新的幸福 才退而求其次 想把强妈追回来 时间长了得的强迫者 忽视了别的老太太 还不给小强解释的机会 强行理解他的想法 觉得他一把年纪没人了 对圆满的回忆 有一种偏执的追求 你会把你这种思维方式 跟这种思想 强加到你的父母身上 希望他们能够破镜重圆 但是你想想 你这样做 或许能够得到 心理上的一些满足 但是对你父亲公平吗 公平吗 这一套神逻辑 小强都差点被洗脑了 原来美女是个心理医生 怪不得这么会说 小强彻底无语了 美女不是自己的 连爸也快成别人的了 直接拍屁股走人 赶紧回家找老爸 少去招惹老太太 父子俩还密谋呢 殊不知老舅就躲在旁边 一字不落全听了进去 这下事可大了 老弟看热闹不嫌事大 刚回家就跟姐姐告状 姐夫在外面有了别的老太太 人家都提亲了 您儿子还帮着打掩护呢 果然父子回来后 都跟个没事人一样 老弟可算是有底气了 这么多年对姐夫的怨恨 可算是有地方撒了 你是什么人 我姐早就了解了 你是什么人 今天我更清楚 打着跟你儿子找媳妇的名义 想怎么着 两好合一好是不是啊 要喝要喝 真是上阵亲兄弟打捕父子兵啊 骂爽了姐夫 老弟又损起了小强 还专门说给姐姐听 您一把使一把尿拉着大的儿子 现在联合自己亲爹 要把你这当妈的赶出去 给别的老太太让位置 这要是哥在拱带 就应该千刀万剐 面对小强的解释 还硬说他替自己爸狡辩 老弟是说待劲了 小强可忍不了了 强妈提着菜刀直奔电梯 自打自己离婚后 从没受过这种委屈 脑子完全不受控制 风中火火冲到情敌门口 直到暗门临时 还看见手里的菜刀 吓得他急忙藏在背后 院种团伙紧敢慢感 还是晚了一步 看着紧闭的大门 没有一个人敢敲 万一急着老太太 闹出人命就完了 仨人扒着门缝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可把老弟吓惨了 仨人急得瞎猜 小强正打算敲门问问清楚时 老妈却笑着出来了 还一点火气都没有 这情敌见面 不但没有分外眼红 反而还处成了姐妹 强爸大气都不敢喘 心里实在不踏实 还想让儿子请个假 待在家陪自己 可姐灵还虚气凌远 小强叫老爸死缠烂打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直到老妈消气为兵 没成想惹事的老舅 不但不知悔改 还自称为姐姐两肋插刀 小强实在忍不了了 决定好好教育教育老舅 刚解决完家庭纠纷 小强又摊上事了 渣男玩弄少女感情 被社会大哥暴力取摸 可他死到临头还嘴 黄伟业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能不能和我和好 我不乐意 分手可以 但你得给我妹 二十万分手费 那你还是继续吧 渣男被揍进了医院 没想到他不但不报警 还挺怜香惜日 担心连累了小姑娘 殊不知他挨了一顿毒打 但让姑娘彻底死心了 两人就此扯平 不仅甩掉了难看的女朋友 就连钱都不用赔了 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渣男心里正爽着呢 女友电话却打来了 渣男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人家姑娘反悔 一听人家是打来告别的 以后再也不纠缠自己了 绷带都止不住渣男的高兴 只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他人说他真的没有看错人 你是纯爷们 不管你要不要他 他这辈子跟你跟定 你峡谷他柔情 这一切都在你计划之中 你就从了吧 渣男这回是彻底灾了 小强还嘲笑人家呢 自个儿老爸却乱点鸳腰 想把战友的女儿小美 介绍给自家儿子 恰好两人小时候 还定不娃娃机 只跟肢底的别提多合适了 小美嫌会温柔还能干 才刚到小强家 就做了一大桌子菜 瞬间俘获了一家子的舞 强霸更是赞不绝口 现在会做饭的女孩子都不懂 能做得这么好的 那就更难得 老两口一边吹彩功夫 还不忘给儿子打个预讽针 小强还听不出话里有话 还要调侃自己老爹 把房子让给小美 这一家三口是聊嗨了 只是聊天内容的主人 半天都不见个人影 一家三口转头一看 这下可干大了 小美坐上饭桌还不好意思 怕自己毛病太多 被小强家人笑话 连筷子都不敢动 见小美一副小心的样子 强爸安慰她放宽心 强妈也劝小美放轻松 怎么舒服怎么来 仨人不敢相信自己经历了什么 刚才那娇滴滴小姑娘哪去了 大妞可放飞自我了 端起盘子吃菜 吃饭身快赶上放炮了 但小美还不忘规矩 住在小强家 什么都得听强爸的 只是这姑娘有点标 说话一点不过脑 不知道是直帅还是缺心眼 小美憋了一整天 一直说个不停 一会儿高兴地大笑 一会儿又想起特产丢了 又开始鬼哭狼嚎 一会儿又扯到自己的爱好 小美喜欢当时装模特 还是村里的头牌呢 全村人穿搭都得请教自己 城里人的吐气穿搭 跟自己比可差远了 可小强打眼这么一丑 实在看不出来 哪跟时尚沾边 小美可急了 撂下碗就要展示一波专业 对了 怎么我看着有点儿 强妈还是眼光毒辣 可等更儿的出场时 一家子碗都端不住 不行了 没有音乐 等会儿 哥 我按开始 你就按 按这个 开始 小强一家子脑子嗡嗡的 这种潮流对普通人来说为时尚糟 小强强撑着鼓掌欢呼 强妈差点憋出内伤 小美第一次来北京 放着名胜古迹不去 就喜欢接地气的地方 地下批发商城 两人从头逛到尾 扫荡了几蛇皮带子衣服 小美是逛高兴了 只是苦了小强妈了 可实在太过辣眼睛 强妈用尽全身力气抗拒 没想到这么二的姑娘 强爸还满意的不得了 想介绍给儿子当媳妇 还暗戳戳地试探儿子 对小美有什么看法 强爸说他穿得有点土 小强觉得人家很自由 强爸说他长得有点土 小强觉得人家很纯 不管强爸挑什么缺点 儿子都觉得好 强爸双手交叉 露出一脸秘之自信 觉得儿子肯定喜欢人家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强妈又拐弯抹角地试探儿 不过他可看不上小美 儿子也不可能看上小美 强妈还没试出儿子态度 老头子都说上梅了 打听到小美没对象好 果断献出了儿子 小美也觉得想强好 有本事还心疼人 在北京都能当经理了 在县里还不当的县长 一听让自己和强哥出对象 小美别提多开心了 说我爸都说了 让我来北京什么都听你的 你要是说让我跟我哥出对象 那我就出呗 只要我哥愿意跟我出对象 老两口一个同意 一个不同意 强妈脾气一点就炸 抱怨老头不跟自己商量 就算着急抱孙子 也不能病急乱投医 什么歪瓜裂枣都塞点了 自个儿子优秀很干 配个仙女都绰绰有余 你说那个马小美 她哪点能配得上 你家小强啊 要学历没学历 要本事没本事 你说她现成来对就算了 每天兴奋的那个样子 你说跟打了鸡血一样 跟你小强 你怎么想得出来的 你是给儿子找习惯 还是找累赘呢 强妈抱怨老头不靠谱 强爸嫌老婆更年期 这种好姑娘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这老两口吵得不可开交 没成想小美都主动出击了 小美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饭啊 叔说了 你在公司天天吃盒饭 我身体可不好了 以后我就天天给你送饭 太谢谢了 小美刚把饭端上桌 又给小强按摩锤背 丝毫不在乎旁人的目光 妥妥地三从四得 面对同事们的笑话 小强尴尬地急忙制止 不知道的还以为 自己娶了个土妞媳妇 可小美一点都不在意 你笑话什么呀 我给我男朋友按摩 有什么鬼笑话的呀 在家我妈还给我爸洗澡 哥回去我也给你洗 小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昨天还是好哥哥 怎么只是上个班的功夫 自己就成男朋友了 人家还要三从四的相夫轿子 再给自己生俩孩子 眼看同事们围观吃瓜 小强赶紧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自己是只把小美当妹妹 可没有多余的意思 哥你别那么不自信 虽然你没有头发吧 但是我不嫌弃你 我爸说了大城市的男人都是先忙事业 不急着结婚 那个叫先立业后成家 像你这样子挺多的 小强拼命解释 可小美总是一根筋 虽然你年纪大了 但老男人会疼人了 而且你老爸都说了 让我跟你谈恋爱 我要是不答应的话 就不是听话的孩子了 当然我也不会戳你后腿 到时候北京待你了 就回我东北老家去 我家特别有钱 完全能养得起你们一家 小强背对得哑口无言 说不出拒绝的话 然而强妈也看不上小美 借口两人年纪相差太大 在一起不合适 你年轻又能干的 你说有多少好的小伙子等着你挑呢 这样 那个婶儿啊 给你寻摸一个好的 你看怎么样 就这么说定了 自从被表白之后 小强连家也不敢回了 躲到了隋友家 谁知没过几天清静日子 小美又撵过来了 为了解除误会 小强还是决定说清楚 不承认两人是情侣关系 并且明确表示 自己完全不想和小美谈恋爱 我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咱俩不是近亲 不 不是 我会娶你的 咱俩没有血缘关系 怎么样才能跟你说明白呢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小美脑子终于转过弯 自己也不想让小强为难 你就痛快一句话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是不是不合适 小美爽快地放手 隔天就告别小强一家 回了东北老家 而小强送走了小美 新的春天又来了 四个老男人 以选妃子的标准选员工 身材太胖的不行 长得太丑的不行 结了婚的更不行 淘汰了一波又一波 除了一个最火辣的 一个何味口的也没有 正打算选妃结束时 忽然闯进来了个大美人 请问 你们这儿是在招聘吧 是是是是 公司领导非常满意 让美女加入小强的部门 还特意告诉小强 公司临时颁布的新规 员工之间禁止谈恋爱 要是有人违反规定 开出一两个人 就是动动手指的事 小强哪能不懂 这货明显想独占美女 可小强也不想拱手浪人 逮着机会就跟人聊天 套出美女没有男朋友红 还有点儿事不得走 硬生生找了个话题聊 没想到美女比自己还主动 细心的观众都能发现 这妥妥是个新精灵 一句话就给小强留了个好印象 让他心甘情愿送自己回家 等到了自己家楼下驶 套路才开始 我家里又黑又破 还是跟别人合租的 我实在想请你上网 但是臣妾做不到 小强有些心疼 立马送上手电筒 害怕美女走路摔跤 你上去吧 我看你上去 一只蚊子 那我打死了 那我走了 放心 行 拜拜 这个选手不得了 一句甜言蜜语 一个身体接触 迷得小强心都化了 第二天上班时 两人正没来眼去呢 老板忽然以出差为由 让新精灵与单独陪同 还给买漂亮裙子 小强真想戳穿老板的性子 但又怕丢了工作 正默默难受呢 人美女自己打电话了 干嘛 吃饭了吗 还没呢 这水可吃了 白哥你件事 你说 走的时候太着急了 忘给绿如换水了 要不然你有空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了 你放心吧 回头再给你打电话 小强饭都顾不上吃 踩着鞋子就往公司打 又是换水又是药 甚至每一片叶子 都小心翼翼擦干净 干宝节肯定月入十万 小强正拿着人家照片怀念呢 却看到了桌上的租房广告 再一想美女挤在 又破又小的房子 心里更纠结了 殊不知是人家故意给她看的 这不新精女目的达成了 天天挤在那种合租的房子里面 突然间到酒店 觉得像天堂一样 一听女神挤在破房子里 里面还有两个男的 小强隔着电话都不淡定了 可舔狗墙有多心疼 心精女装的就多可怜 不愧是心精女装的高手 甩下一句没钱 转头就去享受泡泡浴 田狗墙可筹坏了 两人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就约朋友看了房子 北京房租四千块 还担心美女负担不起 我要是能一随手 就把这房子买下来就好了 我去故宫的时候也这么想 田狗强烈爱脑上头 一有空就请女神吃饭 心精女也看得出来 田狗越陷越深 提出亲手给她做饭 只要吃了自己的饭 保管她逃不出手掌心 又得让她心甘情愿 心精女还要再编个童话故事 我想如果将来我要是有一个房子 厨房一定要大 我给我心爱的人 在里面做最美味的美食 而他呢就穿着一件那种花围裙 他高兴的时候就把我打打下手 不高兴的时候 边站着去 要是心血来潮了 可以帮我洗洗完 小强被幸福深深吸益 仿佛自己就是故事里的男主人 心精女要出手了 我相信没有哪个男人 愿意给我洗完 我愿意啊 瞧瞧鱼儿上钩了 心精女却不接茬了 又提起自己合租没条件 四五个人用一个厨房 等轮到自己时 都饿得想啃人了 只能随便对付对付 心精女装做随口一提 转头就接了个电话 让田狗一个人干着急 小强又托朋友租房 还让人给自己支招 怎么不伤害女神自尊心 还能合理地把房子租给她 等会儿 听你这意思 你是要给人交房租是吧 我告诉你 这房租可是半年一久 两万多的 小强底心才三千五 正打算再考虑考虑 却听到了女神的电话 见女神强忍着眼泪 骗妈妈自己住的好吃的好 房子又大又宽敞 还住在地铁边上 再一听女神老爸还话聊 一家子指着女神赚钱 田狗强彻底失去理智了 喂 还是我 我跟说那套房子我租下来了 你头本来就够大的了 你别再当冤大头了 你别管了 就这么定 可怎么让女神接受 田狗还得好好研究 田狗花两万块给新京女租房 还得上赶着把房子送出去 你要我帮你把房子租出去 那你那套房子租多少钱 不会吧 你那套房子房心太好了 而且周边设施又那么好 公交也方便 地坚也方便 小强自问自答一通胡吹 把房子夸得天花乱坠 生怕女神听不懂 有个便宜房子等女租 乃至下一秒就漏醒了 豪一招欲擒故纵 上一秒还故意卖惨 费尽心思让舔狗同情 现在却装作心疼人的好女人 显得自己无比高尚 反倒成了小强自以为是 上赶着给人租房子 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女孩子 不想让你受这个委屈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帮帮你 如果伤害到你的自尊心 让你道歉 新京女装的满脸亏欠 立马写了张欠条 强行塞给小强 害怕自己连累了别人 可在小强看来 这么顾家又善良的女人 哪个男人能不爱呢 你们房子 两人隔天又去买床垫 新京女往床垫上一躺 满脸都是舒服 可以听床垫要一万二 新京女也只是静静地躺着 像是见到了遥不可及的宝藏 终于享受够了 才匆匆拉着小强离开 新京女觉得床垫太贵 怎么不去抢钱呢 果然手段很高明 我都这么喜欢了 你好意思不得我买吗 我买不起 这个让我叔叔 我不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我给你买一个 作为乔仙的领悟 不用不用 你可千万别买 你帮我租房子 已经很破费了 乔乔心惊女多懂事 小强还劝女神呢 只要人睡得舒服 床垫再贵也值得买 没想到人家还强烈拒绝 破床垫一万多块钱 怎么不去抢呢 信誓旦旦说着不需要 结果转头就把床垫搬回了家 就动动嘴皮子的功夫 就花了舔狗三万多 为了以后继续花钱 总得赏他家好处 以后我就要睡在你 送给我的床垫上了 那什么 你不做噩梦就扯了 心惊女套路有多深 让田狗给自己租了两万块的房 又忽悠了一万多的床垫 只需要简单做几个菜 就哄得小强心花怒放 心甘情愿为他付出 公主脸好漂亮 此话一出 心惊女忽然有些心虚 赶紧说好话转移话题 自从认识小强后 像是交了好运一样 日子都过得舒心了 真不敢想象没有小强 一个人该怎么生活 心惊女段位不是一般高 只是动动嘴皮子 就激起了田狗的保护欲 让田狗觉得自己被需要 小强表面故作镇定 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正得意呢 女神又送自己一个礼物 这是买的 很便宜的 关姐看这个 这个袋子是我自己封的 亲手封的 虽然不值钱 但是理清醒一众吧 你天天在外面吃快餐 也不卫生 而且也不换饱 以后吃饭的时候 我就要用这个 为了还能想起我 几万块换一个破塑料盒 小强还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捧在手上不舍地放下 小强越陷越深 觉得女神温柔又幸会 自己已经离不开她 这间除了朋友 普通朋友的关系 还能不能 你那还有一张碗欠条呢 我们是黄世仁和杨白佬的关系 我回去就把欠条给撕吧 见小强一脸认真 新金女干脆主动挑衅 恋人最重要的是平等 自己得把钱还完后 两人才能干干净净地开始 急不给舔狗身份 还能继续花她的钱 简直一举两得 小强一不舍回到家 却见老舅在贴膏药 小强还闷闷了 老舅又没给人搬家装修 打打游戏还能伤成这样 也就没继续再赢 自己有饭盒就够了 小强对饭盒爱不释手 在家吃饭都要用上 还故意吃出很大声 生怕别人听不见 小强一脸幸福的样子 让老舅心里很不爽 我就是个女朋友 谁没有一样 可更狗血的还在后面 这对救生被心机女耍的团团断 一个出钱租房买家具 一个出力搬家装修 两人都蒙在鼓里 直到现在 还都以为自己是人家的新头宝 小强一句都不信 老舅又老又丑 根本配不上自己女神 老舅火气上头 亲自给心机女打电话证明 让小强彻底死心 可不管怎么打都没人见 偏偏小强还添油加醋 人家就是不想见 才故意不接你电话 第三个大冤种出现了 小强心里越来越不安 想亲口问问女神 可等了一晚上 都没有收到回复 便一大早堵在女神门口 问清楚女神和老舅的关系 明明你总跟我示好 也知道我老舅在追你 为什么你不但不拒绝 甚至对我老舅还很好 我实在搞不清楚 见小强满脸不相信 心机女谎称自己对老舅好 完全是出于礼貌 没有一丝别的胆情 我对她好 完全都是因为你 如果你不喜欢 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理她了 她现在恨不得 就让我直接管你叫舅妈了 真的 那她太夸张了 是啊她二了 太二了 心机女装装可怜 说说好话 轻轻松松拿捏舔狗 两人正甜甜蜜蜜吃早餐呢 可不知情的老舅 都打算求婚了 旁边损友还打去呢 一听是小强女朋友 火气力马上来了 同样身为海王的损友 一眼就察觉到了不对 心机女可不上讨 同时拥有三个男人 仨人来往还很密切 却一点都没被发现 个个都对她忠心耿耿 只是区区一通电话 就搞得一家子鸡飞狗跳 是不是才会让她的电话 三更半夜去找她干什么 手机电话 你有病 不敢敢就证明 你心里有鬼呀 曹小强 你连舅舅都敢打 逼得曹小强 我给你拼了 清救生大打出手 甚至逼得老舅狗急跳墙 转天就上门求婚 未来我会一东西对你好的 我爱你 嫁给你吧 嫁给我吧 心机女瞬间变了脸色 没想到舔狗这么难缠 可她随即又扯出笑容 装作非常感动的样子 你怎么这么好 我是哪辈子修兰的夫妻 遇到了你这么好的男人 竟然向我求婚了 我真是觉得有点惊喜 可是我觉得有点不适合 把眼镜男哄高兴了 新机女才开始打算盘 称两人都还年轻 才刚刚进入事业 虽然相信眼镜男 一定是个好丈夫 但婚姻的深思熟虑 必须取得一定的成就 婚姻才能更幸福 新机女不接受也不拒绝 吊足了舔狗胃口 让她心甘情愿付出 才刚应付完老旧 外甥又电话查到 新机女谎称陪朋友住院 拒绝了小强的见面申请 便匆匆挂了电话 原来是眼镜男正干活呢 这要是救生见面 自己可不得露线了 新机女又端茶又送水 装得可会心疼人了 诱惑得怨种男人 恨不得把心掏出来 面对眼镜男提出的约会 新机女又委婉拒绝 转头却上了海王的车 妥妥的时间管理大师 书布海王特意布置的约会 就是为了拆穿她 见新机女上钩了 海王继继续抛出诱饵 自己有车有房赚得多 比那两个就升强多了 虽然大家都是好朋友 但人品能值几个钱 家在曹小强的女人大中间 不难受吗 做女人哪 做事也能女人更难 所以干脆就买一个两头 都不耽误 也谈不上什么耽误不耽误了 我当时挺喜欢你那句话的 每句 各取所需 损友套了话 就等着拆穿新机女吧 小强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可损友不能眼睁睁看着 好朋友往火坑里跳 直接将新机女劈腿的证据 甩在了小强面前 证据赤裸裸摆在面前 可小强却不愿意清醒 笔子面子都挂不住 还嫌弃朋友瞎脚活 警告他别再管自己 可小强嘴上绝强 心里却越来越怀疑 决定找女友问清楚 没想到人家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小强一气之下 碾到公司置物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你到底哪句真心话 你想跟谁在一起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黄伟业是我哥们 李文达是我老舅 你同时跟我们仨这么处着 也没个明确的态度 你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你懂吗 证据都摆在面前了 可心机女却一点都不慌 还大言不残止喜欢小强 对李文达只是礼貌 要是得罪了他 将来怎么见小强父母 还有花花公子黄伟业 他只是想玩弄自己 没有明确决绝他 也只是不想让小强为难 还跑过来问我 为什么吊着你 是我心中的 我一个女孩子 天天被你们三个男人 缠来缠去的 我心里还不高兴呢 我觉得你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你既然那么不信 干嘛爱跟我在一起 高手就是高手 三言两语 卖卖可怜 就把自己变成了受害者 小强反倒成了不讲理的人 想起自己凶神恶煞的样子 小强十分自责 觉得自己误会了女友 还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 想请她吃饭表示道歉 今天是我不好 我小心眼了 你小心眼是说明你吃醋了 你吃醋是说明你在乎 你在乎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干嘛生气 新金女一招反客为主 不但自己不生气 还能让小强更内疚 加倍对自己好 可对于小强的约会请求 新金女委婉拒绝 邀请小强参加自己的生日会 只是同时接到邀请的 还有三个备胎 到时候你们大家都来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态度 这四只船能奋出胜负吗 三个备胎参加女神生日会 个个都以为自己是主角 来进 来进 好 待会上后就让蔚蓝亲口告诉你 到底是谁 才是她学校的丈夫 几人争抢着进了电梯 没想到老板也捧着鲜花 出现在女员工家里 四个大渊种齐聚一堂 眼睛男最先忍不住 那些人他们贼心不死 你就直说 给句痛快话 你告诉他们 谁才是你最后选好的好丈夫 嗨 达宁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夫 Mike 仗着未婚夫听不懂中文 新金女才终于说实话 还得多亏了老板 自己才有机会认识土豪 老板不想得罪客户 也只能表示祝福 可眼镜难不乐意了 质问新金女脚踩两只船 不止两艘小渔船 一艘游艇 外加一个卸了装备的航女 玩得有点过 我对你们都是认真的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认真 就拿海王黄伟业来说 他知道对方追自己 只是想玩玩而已 和他每次都盛装出息 给足了海王面子 可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 那可不行 还有眼镜难 虽然他帮自己搬家装修 从没有一点怨言 可跟他在一起 自己却像的老妈子一样 时时刻刻都要照顾你的情绪 清救你的孩子气 不是你的私人物品 再说顶头上司 就是因为贪图美色 才把自己招进公司 虽然又是买裙子 又是参加宴会 但他看得出来 老板想追自己 但又怕掉身价 真以为自己是算是王老 你以为每个姑娘都想 打破了脑袋 嫁入你这个豪门 哪里那么大的地气 不就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如果我现在是又老又丑 你们谁会对我这么好啊 不要觉得我坏啊 我是认真 我对待你们每个人 都很认真 新静女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他们贪图美色 自己想靠富裕的婚姻 来改变贫穷的生活 完全是各取所需 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可能唯一不想伤害的 只有真正对她好的小强 可她过久了苦日子 挤在三百块的地下室 吃着两块钱的泡面 甚至连两块钱的地铁都不舍得坐 我喜欢你 你太人大了 没办法 能活着吗 你总有太多的舞台了 比起真爱她的男人 优渥的物质生活 更能令她安心 小强心灰意冷 自己只是想追求一段 单纯的感情关系 可付出的一切感情 都是对方交换现实的筹码 小强现在也不确定 自己真的有资格 有能力让别人幸福吗 小强犹豫了很久 或许是在跟过去告别 或许是对感情的遗憾 又或许是对未来的期待 才缓缓说出那一句 我不后悔 小强刚走出阴影 老舅却疯了 当姐姐的吓坏了 连夜让儿子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现在啊 你什么都不要想 把你的烦恼 和你不开心的事都跑到一边 闻打死命盯着项链 怀里的键盘却越抱越紧 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 根据医生的诊断 老舅只是自我逃避 在现实世界受了伤 跑到虚拟世界去疗伤 要是没有人为干预 很难自己愈合 小强怕老舅更疯 更怕老妈操心劳累 便听了医生的建议 决定把老舅送去戒王所 可不知情的妈妈 见弟弟憔悴的样子 简直心疼坏了 你别玩 你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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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担心弟弟身体 却又舍不得看弟弟难受 更不忍心强制动手 只能放任他沉迷游戏 继续伤害自己 小强可不惯这丑毛病 干脆拔了网线 从根源上杜绝网�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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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求求你 小强 皇后 皇后 老舅天塌了一样 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 见弟弟受了刺激 当姐姐的实在不忍心 还想放任他继续上网 小强 要不你这样 你先给他接上 再玩一会儿行吗 骂人大夫说了 再不控制 人就废了 就是啊 你看看他现在那个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小强是在帮他呀 强妈总是惯着弟弟 父子俩好言相劝 这样只会害了他 必须得下定决心 送他去戒网中心改造 强妈哭成了泪人 坚决不同意父子俩的提议 害怕戒网中心太艰苦 苦了自己亲弟弟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网瘾 都要送到那边去戒网 那里实行军事化的管理 就是为了还给他们一个健康的生活 我们这样做真的是为了他好 小强耐心劝说下 老妈终于不再抗拒 答应送弟弟去戒网中心 可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弟弟却不见了 拼死命把他扛回了家 姐姐忙前忙后跟着照顾 生怕弟弟少一根汗毛 又担心人家下手太重 伤着自个儿宝贝弟弟 面对这样一个伏地魔姐姐 损友也挺无奈 姐姐嘴上不承认 其实自个儿心里都明白 弟弟有手好闲无理取暴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弟弟想要星星 恨不得把月亮也摘下来 弟弟不工作 自己也心甘情愿养着 舍不得看弟弟受苦 更狠不下心教育弟弟 只能放任他越来越匪 可小强却不惯着他 做好老妈的思想工作后 隔天就收拾好行李 要把老舅送去借网所改造 没想到老舅往房间一躲 死活都不肯下床 一看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伏地魔姐姐又反悔了 还想让小强再多还两天 不是阿姨 不能再还了 就是还 才把他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一步早晚都停满 动手前小强还是先讲道理 可不管他怎么圈 老舅就是不说话 还流下了猛男的眼泪 小强知道老舅难受 一把年纪好不容易谈个恋爱 还被骗得裤衩都不胜 虽然两人平时打得闹闹 但总归是一家人 一切都是为了老舅好 小强劝老舅去借网中心好好改造 见他还是无动于衷 小强搬出了杀手锏 就算你对不起别人 总得对得起养你疼你的亲姐姐 我妈为了你的事 有多操心你心里也都知道 他说你亲姐 这次你能不能为他考虑考虑 老李家就你一个男的 这堵墙要是塌了 全得我妈一个人扛着 你能不能拿出个样来 别让人家把你看扁了 小强留给老舅考虑的时间 要是他真想改变 该懂得道理自然会懂 一家子正焦急的等待时 文达一脸坚决走不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姐姐 他最舍不得的就是姐姐 走 别放我东西 老舅傲娇地提高走 小强也得去发泄发泄 老男人手持98k 在战场上嘎嘎乱杀 遇上一个落单的美女 恨不得把人家当晒子的 你来玩游戏 你还是来玩命的 原来美女是个医生 两人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只是小强没想到 医生还有这么好的一面 妥妥地当代花木兰 散场时医生又追上来 提出送自己回家 小强还有些不好意思 你带我这不合适吧 这点晚高峰你打不着车呀 再说我也不忍心看你这么个病人 自个儿溜达回去 来 好歹让我当一把身上 我来带你吧 我忘了跟你说啊 我这车没达 两人悠哉悠哉骑着车 路过一处电影院时 勾起了两人曾经偶遇的回应 从电影类型到性格 美女喜欢武打片 小强喜欢爱情片 一个精明干练 一个含蓄闷骚 两人聊得不亦乐乎 一路上吹吹小风聊聊小天 情到正浓时 再搂搂小腰 老男人还不好意思了 经过这次聊天 两人对彼此更加熟悉 很快就约上了 第二次真人CS 这次两人一组搭档 面对敌人凶猛的火力 两人拼死抵抗 轮流展示枪法 拿出特种兵的气势 突破敌人的包围局 敌人火力太猛了 咱俩撑的就是死 硬弓肯定行不同 还得是秩序 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小强被这医生嘎嘎乱杀 所到之处无人能及 很快就杀得片甲不留 这一男一女搭配的场面 很快就激起了名 散场后几人相互告 面对这火辣的身材 损友都忍不住调侃小强 两人并肩作战时 除了体重还有什么感觉 没想到小强面不感色 称两人只是哥们 根本不分男女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这么棒一女子 身材又这么火辣 还是一高知 你是不是脑子被门给挤了 我现在女人 没有想法 小强对女人没有想法 对摆地摊有想法 农村女孩为了北漂打工 瞒着两家人两头 窝在地下商场卖衣 被哥哥亲手抓住后 还把老哥变成了模特 只是这身大佐穿大 除了围观看热闹的 实在没几个人买 小美数着刚赚够等的情 心里却热乎乎的 其实小美家里并不缺钱 只是想闯出一番事业 成就自己的天地 你看着我现在的买们 是有点小 我瞧不上眼 可是 说不定有一天 我能 我能看一个像王护警 这样的大商场呢 我妈我爸 都养活我大半辈子了 以后 我得养活他们 我让他们花我赚来的钱 小美浑身充满干劲 到时候自己发达了 让老哥来管钱 再也不用受老板的气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商场的砖还没垒起来呢 小美的小贪先黄了 只能暂时住在小强家 洗衣做饭当起了小保姆 但小强坚决不同意 想把小美送回家 可人小美还有远大报复呢 我都想好了 我准备脚踏实地的活着 自食其力 靠我自己的双手干活 我就从保姆做起 两家父亲是老战友 让人家女儿在自己家干保姆 多少有点缺德 既然小美实在不想回家 小强打算资助她一笔钱 让她选择好地段 重新搞起服装事业 可小美却果断拒绝了 不行 君子不识错来之事 插过一条汉字教学 君子不识接来之事 第二天小强上班时 小美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宣布自己找到工作了 还跟小强是一个公司的 到老板家里当保姆 明天就能上班 小强惊掉了上巴 急忙询问老板 他什么时候成你家保姆了 你知不知道他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他是你女朋友 不是不是 你们家保姆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你们家亲戚 不是 不差不多 那就对了嘛 我总得找个知根知底了呀 老板是知根知底了 可小强十分担心 老板精明算计 浑身八百个心眼 老实巴交的小美落在他手里 被卖了还替人家数钱呢 况且自己已经当牛做马了 还得再送出去一个 一家子伺候老板 小强语重心肠劝说老板 可老板还嫌他是多 当着他的面 举行了要是交接仪式 人家俩人你请我愿呢 小强也只能被迫接受 刚帮小美解决麻烦 自己家又鸡飞狗跳了 弟弟被送进了借网所 从来不管他的两个姐姐 这会儿却来兴师问罪 小强拼命解释 老舅没日没夜打游戏 人都快打废了 送去借网是为了他好 任凭母子俩怎么解释 二姐就是听不进去 三姐更是离谱 对着姐夫数落个没完 又是抱怨弟弟吃不好睡不好 又是抱怨弟弟没有自由 两姐妹一口一个亲弟弟 可以前没见管过弟弟 现在却都来装好人 口口声声心疼弟弟 明天就把他接回来 一听小强说谁把他接回来 谁就把他带走 二姐立马换了副嘴脸 称这房子也是大点了 凭什么弟弟不能住 里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反倒是小强一家小心眼 不愿意养弟弟一样 小强忍不住怒嘴轻盈 凭什么自己妈养的废物 还落不到好 要照顾以后轮流照顾 面对这两个泼妇 小强一秒也待不下去 决定去公司睡觉 小强心疼自己妈妈 整天为弟弟操心 两个一却当个甩手掌柜 只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别人 一出事全都往后撤 留下一堆烂摊子 全得老妈一个人收拾 小强去公司对付了一晚 没想到一回家 两个一针把废物弟弟接了回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心疼得不得了 可以说其以后谁养弟弟 两姐妹昨天还逞强接人 现在却翻脸不认人 再看三姐装得比二姐还惨 这儿子不招家 老公又有病 你还得天天为他操心 你看我现在老的 你看还成样子吗 你记得以前咱妈不是说过我吗 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吗 到头来 还是小强一家子接盘 两姐妹还没修没骚 住在小强家不走了 一屋子挤了六口人 吃不好睡不好 上个厕所都得轮流排队 小强终于受不了了 打算去投奔孙艺 哪成想损友尽发财了 海王调了个大自己十岁的父母 车子票子拿到手轮 直接少奋斗二十年 海王专程安排了饭局 介绍小强认识 和这一屋子父母 一见小强就各种打听 干什么工作的 多大年纪了 还非得小强陪自己喝酒 不喝脾气立马就来了 不给面是不是 你们搞乡的 哪有不会喝酒的呀 难怪他今年的35岁了 还在干这一行 这样的 你今天就放开了 陪我们好好喝一场 工作的事好说 富婆说话就是硬气 小强不想让损友为难 爽快地自罚一杯酒 又倒满一杯酒 敬损友和富婆女友 希望两人能够幸福 再倒满最后一杯 敬不好说话的富婆 自罚三杯后 小强离开了富婆聚会 可陷入这样的圈子里 小强还是忍不住提醒 希望好友能认真考虑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幸福 但是你真的觉得 你跟令狐在一起会幸福吗 我想要的 阳光 自由 海滩 他都能给我 最关键点 他对我真的很好 你不用来说服我 你自己觉得好就好 小强摇摇晃晃走进KTV 点了一首周华健的朋友 他知道损友乐女无数 本以为他只是想玩够了 最终会选择浪子回头 踏踏实实过日子 没想到还是向生活低头 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 小强重复唱着这首歌 怀念两人曾经的快乐 损友却最倒在富婆群下 换自己自由的生活 或许不同的人生 有不同的选择 小强忍着头痛醒来 房子里空无一人 只留下一笔钱和一封信 我和令狐小家 要去国外旅行订婚 车钥匙和家里的钥匙 都交给你了 想住多久住多久 这些钱你收着 小强心里空落落的 殊不知自己的富婆也来了 穷小子到银行取钱 却发现取款机里有一张卡 里面竟还有20多万余额 吓得小强赶紧拔出卡 照着上面的电话打了过去 面对对方的无情 小强还是出于好心 又一次打了过去 告诉他卡已经交给银行 不用再办挂施了 没想到被对方当成诈骗电话 警告小强别再骚扰他 本以为自己只是倒霉 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 没想到几天后对方竟打了过来 提出请吃饭表示谢意 小强赴约来到一个高档餐厅 露出自己标志性的光头 方便美女找到自己 小强惊呆了 我已经看见你了 小强惊呆了 在自己35年的平淡生活中 从没见过这么惊艳的女嘉宾 连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 见若云气质不凡 应该是经常来这里吃饭 可若云却没有承认 隐藏了自己的富婆身份 谎称只是在楼上办公 带客户来过几次 随后立即插开话题 向小强道歉 误会他是个骗子 一听小强表示理解 若云却有了别的想法 小强觉得若云很幽默 自己也轻松了不少 想起自己上大学时 也是一个长发披肩的文艺青年 只是后来疯狂掉发 受尽了不少屈辱 也因此闹了不少笑话 两人聊得热火朝天 从人类进化论到重彩票 一顿饭下来也熟络了不少 这也让若云心里 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正打算买单时 没想到被小强抢先一步 若云有些不好意思 约定下次自己请回来 一听若云没有车 小强立马打车送他回家 亲眼送他走进小区 才放心地离开 只是等小强走远后 若云又默默走了出来 若云离开小区 转头就进了大别墅 可不知情的小强 还正打算制造偶遇呢 殊不知自己这滑稽的表演 全被美女看见了 面对美女的连环追问 小强心虚地想钻进地洞里 承认了自己想见进若云 才特意跑来这里 小强脸红倒想逃走 若云却觉得十分可爱 还想再继续逗逗他 把他带到了玻璃对面 经历了大型射死现场后 小强带着若云看话剧 还专门带了吃的喝的 只是还没塞进嘴里呢 就被服务员收走了 小强老实巴交 把包里的零食全部上交 连口水都没流 一句怕你饿了 就俘获了女神的心 话剧开场 讲的是一对七年之养的夫妻 面对三重人格的情人的故事 剧情无聊又难懂 小强撑不住睡了过去 可若云看着台上的表演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表情变得越来越凝重 观众们被台上的解气瞧断 逗得哈哈大笑 可若云却满眼悲伤 似乎是有什么痛苦的回忆 止不住的流泪 他怕自己太过失态 提前离开了剧场 面对小强的关心 若云只是说自己工作压力大 看得太过投入 小强不懂他的心酸 只能默默送上安慰 两人从剧院出来后 遇上了一位流浪歌手 小强特意点了一首曲子 两人静静地欣赏着音乐 小强开导若云 应该保持快乐自由 坚持自己的初心 不要被虚伪的世界改变 看着善良又正直的小强 若云隐隐多了一份心动 我想去唱歌 陪我唱歌去吧 微风吹来 我叫你们回头 他也想坚持自己的纯真 这一刻 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而是一个普通的 享受自由快乐的女人 而经过一夜K歌之后 若云也想更进一步 小强却有些不自信 若云漂亮又聪明 身边肯定有很多优秀的人 自己不敢高攀 我其实就想找一个 靠得住的人 对你有一种 莫名的亲近感 我对你印象可以 两人快速走在一起 可有所保留的爱情 能长久吗 你看看人家路虎 同样都是红颜色的车 差距在那么大 你喜欢路虎啊 路虎来说我最喜欢 太贵了 一百七十多万 哪里请 小强做梦都想有一辆豪车 殊不知那辆豪车的主人 就是自己身边的女友 小强带着女友吃暴度 两人坐在拥挤的饭馆里 这是自己上学时的最爱 但却是若云第一次 吃这么接地气的东西 或许高档餐厅吃腻了 偶尔换换口味还挺有意思 两人边吃边聊天 小强想起大学时 一晚暴度就很满足了 毕业后个个都飞黄腾达 却都没有幸福的婚姻 自己也没什么远大理想 只要一点一点往前走 心里就很踏实了 你说人生到底是应该 快快乐乐地活着 还是应该死了以后一床前 是吧 幸福是最重要的 有的人很有钱 但幸福指数很低 那没用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如果我能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就会对我自己人生很满意 看着简单纯真的小强 在若云追名逐利的世界里 也多了一丝幸福 饭后 小强多次提出送女友回家 却被以工作忙拒绝 殊不知等自己走远后 女友拿出车钥匙 坐进了旁边的红色路 而沉浸在恋爱里的小强 每天都春风得意 很快引起了强妈的注意 想见见未来而媳妇 小强觉得八字眉一撇 又害怕自己条件一般 女友不愿意 刚想拒绝老妈 老爸却觉得是个好时候 顺便试探对方的态度 小强也想知道女友的态度 刚好想趁着陪女友上课 提出见家长的想法 可他心里十分忐忑 怕女友觉得自己擅作主张 更怕人家不愿意 只是和自己玩而已 恍神中意外切伤了手指 趁着包扎伤口时 小强才试探女友的态度 今年有30岁了吗 此话一出 若云不知想起了什么 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 半天才说出理由 明确了女友的态度 小强才忐忑地提出 想带他回家见父母 本以为人家不愿意 没想到女友爽快地答应了 父婆第一次见未来公婆 就送了十几万的见面礼 没想到老两口放着宝贝不稀罕 倒是像审犯人一样 各种打听姑娘的情况 儿子脸色明显不对劲 当妈的还一直追问 在哪工作 工资多少 父母情况 旁边的老头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连忙岔开话题去做饭 可强妈还是觉得不对劲 条件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能看上自己家儿子 强妈又开始疑神疑鬼 儿子没女朋友的时候 当妈的着急上火 好不容易盼来了女朋友 又害怕人家有问题 都搅黄了好几个 还是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跟老伴嘀咕还不够 上了饭桌还要继续盘论 觉得姑娘漂亮又得体 肯定有很多人追 若云解释自己生活很枯燥 没有时间谈恋爱 幸好遇上了小强 小强是个特别真实的人 我跟他在一起 别特踏实 强妈总算是放心了 可饭还没吃两口 小强老就带着两个一丑的进来 嚷嚷着小强做人不厚了 有女朋友还藏起来 放着自己家不回 好来别人家招待姑娘 小强忙上前几时 还是没能堵住二姨的子 好容易叫这么漂亮一姑娘 他们搅局 行了行了行了 本来就是不请自来 就别这么大声嚷了她 小强 小强我觉得你应该 跟你女朋友说实话 你是为了躲我们 才跑这儿来的 是不是 小强你谈个恋爱 搞那么虚弱 你干嘛 妖蛮亲戚 变着法的恶心 小强一家子 可若云不但没生气 还准备了几个大红包 一出手就是三万块 可投一回见家长 哪有晚辈 给长辈红包的道理 小强刚想拒绝 这俩一刻不干了 小强 你结婚用的红包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什么结婚不用你说 到时候我就都给你拿来了 你说这还没结婚的 就向外人说话了 这真不像话 两个已损完自己 还不忘收下红包 气得小强跑出去躲清静 等若云追出来后 小强急忙解释 只是想图清静 才跟朋友借的房子 一听红包是给员工的奖金 小强更无地自容 立马就要去要回来 却被若云拦了下来 他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身边都是商场名利 他很羡慕小强家热热闹闹的 可女友越是包容 小强越是心虚 小强感动地抱住若云 可谁知感情刚进一步 就发现了女友的秘密 穷小子跟女友好了几个月 却不知道对方是身家几十亿的总裁 可海王损友眼光毒辣 别说是包了 就是他手上的表 小强一辈子都赚不来 小强只当损友在说笑话 明明女友非常朴素 怎么可能是有钱人 恰好趁女友买菜回来 小强立马上前询问 小强一脸不屑看着损友 天真的炫耀自己赢了 但损友看得出来 富婆不是简单人物 害怕小强被人玩弄 他很快查出富婆的资料 甩在了小强面前 徐若云 世界五百强国际跨国投资集团 担任大中华地区副总裁 年薪过百万 父亲更是一个正经质商 家里有几十亿的资产 从小就在美国读书 一直读到博士才回来 小强震惊地听完一切 还觉得损友胡说八道 可证据摆在眼前 他也有些不自信了 小强闯进办公室 高端的写字楼 霸气的女总裁 感情自己谈了这么久恋爱 带着女友吃地摊压马路 居然显得这么廉价 小强看不明白 堂堂集团总裁 身边不乏高门贵族 为什么偏偏看上 自己这个穷小子 难道自己只是人家 上流社会中独特的消极物 若云急忙否认 要说第一次见面 是为了感谢小强 实惊不昧 可相处久了 自己也忍不住动心了 可是后来你给我的感觉 特别真实 特别可爱 跟我认识的人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我在这个行业 这么多年 我没见过像你 这么真实的人 你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我怕你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以后 我们反而会产生距离感 若云真诚地向小强道歉 自己也一直在找机会 告诉小强所有真相 只是始终没找到 合适的机会 并保证以后坦诚相待 问什么都交代 你真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哈佛 这块值得多少钱 这个 几天呢 这么便宜 万 上次那包 真的要二十万 那天那个五角贵 那时候要麻事 今天这也没这么贵了 就两万多 你别告诉我这张车也是你的 消除误会后 两人好的如胶似漆 但小强的情敌来了 小强刚开进地库 就看见了女友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而女友看见自己后 也迅速离开了男人的怀抱 小强立刻冲下车 只是这正弓箭前任 气势先矮了半截 还不等他先开口 就被情敌看不起 面对这样的挑衅 小强彻底怒了 小强被打得满脸伤口 前门人家多 连架也打不过 明明自己才是正牌男友 却说不出一句质问的话 在两人许久的沉默中 若云说出了自己和前任的过往 自己和他交往三年 等爱得不可自拔时 却发现他有老婆孩子 在爱的枷锁和道德的背叛中 选择了相信他的鬼话 默默等着他离婚 可直到最后 才知道他迟迟不肯离婚 只是害怕被分走财产 两人已经分手一年了 可他却再次出现 他现在回来找我 跟我说他离了 想跟我重新在一起 可是我对他已经 不爱了 小强等待着答案 可等来的只有许久的沉默 明白了 他说我是他的替身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你心里 对他的感情是很深的 只不过是在你最难受的时候 闯进了你的世界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 你也有可能接受的 小强从骨子里透着自卑 他不敢再去追问更多 只是想在若云的心里 留下自己的位置 可听着他说喜欢自己 对自己真心的话 小强心里更痛苦了 毕竟喜欢和爱 终究不是一种感情 我只能跟你一句 你现在心里 还爱不死 小强苦笑着上了车 两人之间本就有着 不可逾越的鸿沟 自己付出了所有真心 可到最后 只是别人的提神 小强嘴角扯得生疼 可心里的痛 又该怎么释放了 他缓缓驱车离开 才笑着哭了出来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小强做不到 马上就原谅 可伤害爱人的渣男 小强却要好好收拾 两个男人为了争富婆 约在西餐厅相互battle 情敌游刃有余地点着餐 荤素搭配的法式西餐 再配上一瓶82年的拉菲 举手投足间的高贵气质 全都是挑衅的味道 可面对全英文的菜单 小强一个字也看不懂 翻过来翻过去 最后也只能尴尬地和尚 但面对情敌的羞辱 还得故作姿态 丢什么不能丢了面子 情敌法式西餐配红酒 小强卤主就着二锅头 两杯酒下肚 虽然阵仗输了 但是气势不能输 其实小强心里也没底 毕竟问女友爱不爱自己时 只换来了一句喜欢了 或许自己只是人家寂寞时 消遣的玩具罢了 情敌始终高高在上 觉得小强敌人一榜 自己有美国国籍 有自己的公司 随随便便就有几千万 根本不把小强这个穷小子放在人 拿什么公平 人品 人品 人品好管什么用啊 你能养活若芸吗 你养得起他吗 我负担不起 但是我看他跟我一块吃家常便饭 也挺开心的 那是因为他吃惯了鱼翅眼窝 晃晃口味 新鲜而已 你说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还是看他跟谁在一块吃 小强一里击中要害 虽然自己没钱没事 但至少不会伤害若芸 而这个身价千万的前任 当年一边骗着若芸 一边怕分财产 不肯和老婆离婚 小强故意羞辱情敌 现在孩子多大了 盼给谁了 以后要不要跟着后爹行 二婚可要在晚上办 种种见不得人的过去 被小强亲口戳穿 情敌再也装不下去 小强晕晕呼呼走出餐厅 看着情敌坐着豪车离开 他明白自己给不了若芸好的生活 自己能做的 只不过是带着他压压马路 吃吃路边摊 可梦想终究抵不过现实 小强发出了分手短信 他还是接受不了若芸的过去 但他的自卑 连损友都看得出来 都是三十多岁的人 谁的人生没有点过去 损友让小强好好把握 小强听了损友的话 四处找若芸解释 却听说他发烧住院了 小强看着虚弱的女友 这一刻心里的怨气也消了 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 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可情敌又要坐腰了 情敌被后使半断 跑到小强父母面前宣誓主角 光天化日抢人家儿媳妇 我跟若芸在一起很多年了 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只可惜他认识我的时候 我已经有加持了 但是我的婚姻早已经就是民存失望了 渣男告诉小强父母 自己只是为了办离婚 才暂时和若芸分开 可等自己再回来时 你们的儿子却趁虚而弱 还大言不惭道 若芸只是耐不住寂寞 才把小强当作替身 现在想分手了 你们儿子却死缠烂打 不肯放手 渣男立出深情人设 却把若芸塑造成第三者 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二位 请你们管好自己的儿子 让他不要再纠缠徐若芸 他们之间是没有可能的 我想你们也不会愿意 自己将来的儿媳妇 有这么一段历史吧 小强父母都是文化人 对于凭空出现的陌生男人 二老不信他的一面之词 几次三番碾不同后 强妈强行要把她赶出去 却被渣男骂没有教养 赶走渣男后 强妈越想越觉得 若芸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立马把儿子叫了回来 让两人断绝情侣关系 强爸也觉得 这是儿子的终身大事 得慎重考虑对方的人品 小强理解父母的心情 但人活一辈子 谁还没有点过去 小强向二老解释清楚 若芸只是被骗的 况且两人才刚刚和好 也经不起折腾了 时间不能倒流 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不想揪住过去不放 你真的就一点都不在乎 说不在乎那是假的 我也犹豫过 但是感情的事情 不就是建立在两个人 相互信任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吗 既然我是真心喜欢人家 我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的过去呢 小强撂下决心后 气冲冲离开了家 当妈的着急上火 抱怨儿子不听话 强爸安慰老伴 自从二老到了北京 总是插手儿子的感情 到最后全黄了 眼看儿子越来越大 还不如放手 让他自己做主 经过强爸的开导 强妈也终于想通了 不再干涉儿子的感情 可儿子的工作又出问题了 老男人在公司熬了半辈子 好不容易混到了主管 却被通知调去二线城市 不答应就走人 小强才刚谈了个女朋友 于是果断地辞了职 只是这个年纪 再重新找工作 简直是难上加难 相信这是大多数年轻人 记忆中很深的经历 小强面试了五六甲 结果都是等通知 他垂头丧气回了甲 本想装作工作很累的样子 殊不知女友早就知道了 女友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提出让小强去自己公司 可小强不想被同情 借口专业跨度太大 本能地选择了拒绝 你现在这个阶段 最缺的是一个工作 哪看你就做意念 你知道吗 有了你在外企的工作经验以后 你以后跳槽都很容易 再说了 人家要对你面试的呀 不是说你去了就行 我不过是为你提供这个招聘信息 成不成要看你自己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女友凭借自己的高智商 成功说服了小强 可等小强去面试时 过道里站满了竞争者 个个都有年轻且完美的履历 自己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小强硬着头皮坐下 一连回答了好几个问题 面试官都面露难色 气氛一时间冷场 小强以为自己凉了 可几人悄悄而语过后 面试官的态度忽然 180度大转变 后门开得太过明显 小强的自尊心再次被打击 等电梯时 女友也走了进来 可两人身份差距太大 小强识相地闭嘴 又往后退了半步 为了该死的面子 小强接受了小公司的通知 虽然底薪只有两千 但自己干着也踏实 晚上回家时 女友准备了一桌子饭菜和礼物 庆祝小强入职自己公司 小强看着名贵的手表 自尊心更加受挫 默默把手表推到一边 犹豫了半晌 才告诉女友实话 小强从基层开始干起 可自己又要丢人了 穷小子陪总裁女友参加晚宴 穿上定制的西装 小强却浑身不舒服 面对上层人事的寒暄 更是紧张的话都不敢说 曹先生在哪高救我 他是搞食品的 曹先生的公司是 跟我一样 跟别人打工的 哎呀 许总你真会开玩笑啊 曹先生一表人才 跟你是天生的一对 谢谢谢谢 小强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女友帮他整理着装 告诉他以后打领结 小强生怕自己露浅 火速花了四百八 买了一个新领结 只是换上领结之后 显得更像大堂经理 刚进去没一会儿 小强又跑了出来 紧张得满头是汗 解开西装各种放飞自我 还没舒服够呢 又被女友抓了回去 这才过了几分钟 又端着果盘走了出来 这盘子一端 更像服务员了 小强不理会两人的动作 接着吃水果 终于熬过了晚宴 小强还没缓过来呢 一大早家里又添了 很多新家具 还正不停往里搬呢 不出所料 这又是女朋友的杰作 伟爷那天不是说了吗 电视机要是大一点 打游戏看着过瘾 我一看商场打折呢 我就买了一个 多少钱 没多少钱 几万块钱的事 是不是小了呀 家里添了几万块的东西 女友却一声不吭 全凭一个人做主 一问人家觉得这点小钱 根本不值得一提 这个月女友上上下下 已经花了十几万 把家具换了个遍 况且两人还是住在朋友家 小强实在觉得不合适 这怎么不合适的呀 不管我们住几天 我们也有权利改善生活质量 对吗 生命很短暂 我们要抓住 能抓得住的幸福 这可是你告诉我的 可小强实在抓不住 自己每月两千的工资 连家具零件都买不来 所以我没让你花钱呀 你也不能强迫别人花你的钱吧 这样做是不是太强势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啊 那你考虑了我的感受了吗 女友不肯降低生活质量 小强不肯花钱大手大脚 两人吵来吵去 终于爆发了 这个钱是不是你放在我包里的 这什么意思吗 什么什么意思 我这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啊 我凭什么花你的钱 你给我发工资 小强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大男人花着女友的钱 心里实在不踏实 可对于总裁女友来说 这点钱只是九牛一谋 只是自己的付出 都被男友一味的投 小强 你花一点我的钱要怎么 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 再说了 我花钱来安卖安卖我自己 来改天改身 我自己的生活 给品质有错吗 我也想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行不行 女友彻底忍不住 自己出生就身在罗马 花钱对他来说是最正常的事 可自从跟小强在一起后 总是害怕自己太过优越 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 一味地降低生活品质 家里豪车无数也不敢开 只能每天苦兮兮地打车 偶尔想吃个西餐 也只敢自己偷偷去 可没想到最后换来的 却是无休止地争吵 你真想让我一辈子 天天吃暴毒啊 谁也没让你天天吃暴毒啊 你觉得跟我在一块 是不是特不委屈啊 你要觉得委屈的话 你可以走 若云对不起 小强气走了若云 可为了该死的面子 他始终不愿意妥协 像个老妈子一样喋喋不休 吐槽女友所做的一切 又是给自己安排工作 又是送自己贵重名表 不经过自己的同意 就替自己规划好了一切 这种被迫吃软饭的日子 小强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连损友都看不下去了 你把自尊扔到垃圾桶里 要么就带着你自尊 离开许多云 两条路摆在小强面前 可他却陷入了自我纠结 自己是真的喜欢女友 好不容易走在一起 不想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闹得两人不欢而散 可小强自己没有实力 又不想抛弃自尊心吃软饭 只能借酒逃避现实 醉醺醺回到家 反倒女友觉得自己欠缺考虑 于是退掉了所有家具 并向小强道歉 我知道你最近工作 比较辛苦 你跟我在一起 你压力又大 其实 能不能偶尔也替我想一下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比较嫌 两人终于消除芥蒂 恰好女友父亲出差 想见小强一面 小强穿上西装皮鞋 精心挑选好礼物 做了充分的准备 没想到关键时候 却出了岔子 穷小子第一次见富豪老丈人 紧张地坐立不安 干脆摆起一副 吊儿郎当的样子 还冲旁边吃饭的老头吐口水 只是他不知道 老头已经观察他很久了 小强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你爸妈 你爸早就应该到了呀 爸 爸 爸 不 我不好 这就是小潮吧 你好你好 坐坐坐 坐 小强没想到 自己出了这么大的洋想 未来岳父不仅不生气 还对自己十分客气 见岳父没有要打听自己的意思 小强忙着自我介绍起来 工作一般 长相一般 又害怕岳父觉得自己不靠谱 发誓一定对女友好 可不管自己说什么 岳父一点毛病都不挑 始终录着慈祥的笑容 小强忙忙叨叨准备半天 只见了人家五分钟 还以为岳父不满意 只是在敷衍自己 小强觉得自己搞砸了 回家找爸妈商量 强大强妈也琢磨不透 这模棱两可的态度 也不知道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一家子集的各种分析 强大提出请亲家吃饭 一来表示地主之意 二来还能探探口风 他跟你没话说 那兴许他跟我们有话说 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能聊到一块 咱们又不是缺个不少腿的 怕人家看不上你 咱们订个 订个好点的饭店 大大方方的 有脸 老妈说风就是雨 立马要让小强执行 约女友父亲见面 殊不知另一遍 老爸对未来女婿的态度 当女儿的也相当在意 爸 你觉得小强今天怎么样 像什么呀 我问你 你喜欢他吗 我不喜欢他 我干嘛跟他交往 那就行 只要你喜欢 我没意见 只是若云不懂 老爸大老远跑来北京见女婿 却什么都不问 即使自己把男友夸上天 一边的父亲 也始终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总是一笑而过 父女俩正聊着呢 就接到了小强的邀请电话 这么隆重的事情 若云爸也欣然同意 强妈掏出82年的报纸 挨个搜索吃饭的地方 不能太贵 还得自带酒水 挑来挑去也不满意 却忘了人家女方第一次上门 就送了十几万的礼物 大强 妈问了几家酒店 你帮我参谋参谋 最贵的一家要万把块钱呢 鱼翅燕窝的 我想人家也吃腻了吧 关键特不划算 有一家火锅店还挺合适的 我觉得环境也挺好的 还可以自带酒水 咱高档的别弄 太高档的 中档的就可以了 强妈扣扣搜搜 终于选了个火锅店 就等着见亲家了 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 南方父母为了省钱 找了家火锅店接待女方父亲 还不想在富豪亲家面前露窃 提前排练好了开场词 亲家丝毫不在意略嫌简陋的环境 只是简单客套后 有时暂时离场 强妈脸色瞬间不悦 却又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默默等人家回来 不好意思啊 打成一道素 我们不知道你身体不好 那这样吧 咱们今天酒就不喝了 对对对 没关系 你们喝 你们喝 不不不不不不喝 强妈按计划开场 想一边吃饭 一边商量孩子的婚事 可往桌上一瞧 菜的花样倒是不少 只是这一大锅油腻的辣汤 连个鸳鸯锅都没有 若云爸明显接受不了 但还是始终礼貌客气 挺好 太丰富了 服务员 给我上碗清汤面 多加点青菜叶 另外加点小咸菜 行 谢谢 爸 别吃清汤面了 人点这么一桌的菜 咱们吃菜吧 不好意思啊 最近血糖高 医生呢 不让吃太油腻的东西 没关系 你们吃吧 清汤面端上桌 若云爸客套两句后 自顾自吃了起来 强妈使了识眼色 强爸才终于进入正体 夸人家姑娘懂事又能耽 自己家非常喜欢 吹了一波彩虹屁后 才直直屋绕到两个孩子的婚事 孩子们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做主 没意见 我没意见 那就是说 您同意了 同意 同意 强妈这顿饭吃得十分憋屈 虽然亲家不反对 但却像打在一团棉花上 没想到问什么都同意 一点意见都没有 不知道的还以为 若云在外面雇了个假爸爸 若云也有些不高兴 怪爸爸不给人家面子 他知道爸爸的担忧 两人不管从外貌还是家事 都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上市公司女总裁 一个底薪两千打工人 但自己从不在乎这些 只想找个真心相爱的人 只是对于这个未来女婿 爸爸保持怀疑的态度 你有你的价值观 这很好 你能认可他 说明了可取之处 但不代表我也认可他 你们现在相处得好 那是因为 你们被感性所左右 一旦感性变成理性 那你们还将来永远能保持这样吗 两人的地位实在太悬殊 若云爸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 早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 凡事做出最坏的打算 对于女儿的婚姻 老爸从不干涉 只是作为一个父亲 不希望女儿受到伤害 小强要和富豪女友结婚了 可未来岳父委托了一屋子律师 上门签婚前协议 等两人结婚后 徐家每年给小强一百万 要是两人生了孩子 每年再增加五十万 面对这样的侮辱性条约 小强父母坚决反对 可小强却一言不发 他不信女友如此无情 纵容自己受人侮辱 可当看到女友的签字时 小强彻底爆发了 立刻跑去质问女友 你能一屋子律师去我家 什么意思呀 哦 他们已经去了 你听我说 我知道这个事情在你这 可能有点难以接受 这在美国非常正常 而且现在在国内 也越来越普遍 我就是来问问你 这到底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爸的意思 你别那么敏感行吗 都这样了我能不敏感吗 小强理解不了有钱人的顾虑 只是固执地认为 女友爸爸看不上自己 才故意这么做 更觉得女友不信任自己 还没结婚就打算好了灵 若云也彻底绷不住 自从跟小强在一起后 说话总是小心翼翼 生怕伤害他的自尊 而小强也总是说 自己不在乎 可等事后又翻旧账 觉得自己被瞧不起 本来只是想让生活有保障 从对方口中 却变成了侮辱 小强 这也不叫我死 这叫自飞 我现在都不敢带你出去 我就怕你觉得难受 你觉得带我出去丢人是吧 你能不能也从私生 找找原因 你把自己提高提高 不要让我觉得太难堪了 两人闹了个不欢而散 等再次见面时 若云又一次做出妥协 公司派自己去美国总部 他想让小强 和自己一起去 换一个环境 也许两人可以重新开始 可感情一旦产生裂缝 就很难再重新愈合 我所有的生活都在这边 我不可能放下的 而且我这个年龄 到国外 也很难再重新开始 你当初不也是为了和我在一起 辞职留在北京吗 可是结果呢 那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小强沉默了很久 直到若云从眼前消失 他也没再说一句话 其实两人注定走不到一起 一个追求自由品质 一个向往他是朴实 即使有过短暂的快乐 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压力 但愿今后 我还有再爱的能力 你也是 保重 35岁老男人刚失恋 又丢了工作 好不容易遇到合适的工作 还要会说法语 小强不敢让父母知道 只能半夜偷偷出门散心 害怕儿子做傻事 老两口悄悄跟在儿子身后 直到儿子坐在烧烤摊前 二老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缓解小强的压力 强霸装作偶遇 坐在老儿子对面 你说婚姻是什么 婚姻就是并回 就像火车的两条轨道一样 是吧 本来是两个轨迹 接了关来就成了一个轨迹 那怎么才能并回呢 首先得是两个平行的 你看 你跟那个徐若云 你们两个就不在一个水平线 对吧 他搞了 你看 老爸现身说法 自己虽然和老爸每天吵架 但两人从学历到工资 完全是门当户对 既然卖不过传统观念的卡 干脆拿得起放得下 小强不再执着 眼下最重要的 是学好法语拿下工作 小强每天装作早出晚归上班 白天在损友家学法语 晚上很晚他回到家 眼看第二天就要考核了 可太久没有收入 房贷都还不上了 小强借了一圈钱 不是挂断就是战线 连最要好的损友 也拿不出一点积蓄 正筹没出筹钱呢 卡里却莫名多了15万 吓得他还以为是诈骗 小强想了无数种可能 只有一种结果 皇爷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把我的情况 全都告诉我妈了 好谢谢你 原来是当妈的心疼儿子 才看出其中蹊跷 逼着损友说了实话后 把自己的养老钱打给了 小强十分内疚 告诉妈妈自己辞职 天天早出晚归 在损友家复习功课 小强向妈妈发誓 明天一定好好发挥 拼命拿下这份工作 给父母一个交代 小强整理好心思 凭借自己的超常发挥 拿下了这份工作 只是长期心理压力过大 小强精神出了问题 医生的诊断只有四个字 赶紧结婚 小强何尝不想赶紧结婚 只是自己一把年纪 刚失恋又丢了工作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侠 选择去看电影麻痹自己 没想到寂静的电影院里 有个女人笑得非常癫狂 小强悄悄坐到女人笑 原来两人很早就认识了 女人是有名的泌尿科医生 曾是小强的主治大夫 从电影院出来后 两人到餐厅吃饭 赵医生端着饭碗狼吞虎咽 三下午除二解决战斗 才准小强开口说话 吃饭说话对消化系统不好 现在可以说了 你吃所有的东西都那么快吗 快吗 有点啊 我习惯了嘛 因为我总是得抓紧时间吃饭 马上去做手术 职业病 两人边吃饭边聊天 得知小强经常失眠后 赵医生想了个好办法 你就是缺练 找点事把自己累个臭死 睡得比谁都像 怎么了 等着吧 小强秉着不服老的精神 在赵医生的吉利鼓动下 端起酒吧可以冲了出去 却被一群小学生团团包围 最终惨死战场 小强累得半死 电影刚开场就睡了过去 全场充斥着呼噜声 遭到了不少观众的嫌弃 赵医生恨不得找个地重钻进去 奈何怎么也叫不醒他 干脆任由他自生自灭 小强睡得比死猪还沉 行到深处还做急了梦 蔡小强 你是要娶我吗 是吗 蔡小强 你是不是要娶我 什么 说 你怎么娶我 拿什么娶我 你找到工作了吗 你还钱房贷了吗 你有多少存款 你说 你到底拿什么娶我 我 快说 你凭什么娶我 有什么资格跟我结婚 快回答我 要不我开箱了 别别别 别别 小强被吓醒了 电影院只剩下了他们 小强是睡少了 一觉睡过了三个电影 可赵医生一夜没合眼 还得赶去医院做手术 送走赵医生 强妈又出事了 突发心梗 抢究的比较及时 目前患者没有生命危险 我的建议做指甲手术 对啊 还要做手术啊 必须做保命的 医生建议将病人 转去大医院 小强心急如焚 立刻跑去找医生朋友帮忙 却被告知医生正在手术 小强等在手术室外 等人都走完了 才终于见到了赵医生 我妈心梗 要做指甲手术了 赶紧转我们医院 我就会这事来找你的 我给你打了一天手机 你手机一直关机 你别着急 等一下 喂 我赵凯 帮我查一下 心内的病房 装人间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 给我留一个双人间 谢谢 谢谢 别客气 有人卖好办事 赵医生一通电话 不仅解决了转院问题 还帮强妈约好吗 一号难求的新梗专家 小强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手术约在周五进行 小强带着老爸见主任 强爸颤抖着签了告知书 医生又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 一种是提前确定加几个支架 一种是手术时看情况用支架 支架又分进口和国产 价格上差了一倍 且不算在医保范围里 听完主任的提议 小强也云里雾里 正犹豫呢 却看到病房中的母亲 害怕手术万一出意外 让老爸拿来执笔 正打算交代后事 小强心里十分难受 连母亲生前最后的愿望 都是想让自己幸福 小强又一次找到赵医生 没成想人家又一通电话 解决了手术方案的问题 还亲自去解释 支架手术是一个微创小手术 您千万不用紧张 放置固定测管手术结束 非常简单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痛感 您放心 千万不用紧张 术高24小时即可下床 三天就可以出院 真的没事 您别紧张 我还有事 我有个手术 我先走了 赵医生雷厉风情 强妈却一脸猛逼 转头看向儿子 我也没有听懂 但人家是权威 他说没问题 肯定就没有问题 可可 他是泌尿科主任 下半生他是专家 那他上半生心脏这 爸你就放心吧 人家是博士 医学权威 小强安慰好了一家人 可手术费却出了问题 尽管已经掏空了所有家底 还是差了五万块钱 小强第三下四到处借钱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偏偏乌偏逢连夜雨 老妈手术费还没着落呢 老爸又出事了 强爸疼得瘫坐在地上 怎么劝都不肯去医院 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 老半病还没好了 不想再给儿子增加负担 随便抹点红花油就好了 小舅子可不管钱不钱 实意得拉姐夫去医院 强爸任代撕裂 必须得住院观察 小强交了两万块押金 手术费还没凑齐呢 钱却越花越少 还得瞒着老妈 老爸受伤的消息 城南城北两头照顾 连个帮忙的人也没有 老舅一向不靠谱 这会儿还只顾着打游戏 小强气得爆粗口 没想到老舅甩出了两万块钱 你哪来的钱 我卖血去了你信吗 你放心 你舅舅我也是一个有专业的人 把我练了八年的游戏账号呢 八年 那是我的心血 小强没日没夜两头奔波 很快拖垮了自己的身体 犯了结实的老毛病 强忍着疼痛给老妈送了饭 才顾得上去看医生 连挂水的时间都没有 还好还有赵医生这个好朋友 帮自己照顾老妈 吃了两片止痛药 又休息了一会儿 就算挺过去了 手术费还远远不够 小强愁得吃不下睡不着 关键时刻多亏损有出手相助 终于凑齐了钱 强妈也顺利做了手术 多亏了赵医生帮忙 又是安排病房又是安排医生 才顺利帮老妈度过难关 小强十分感激 想请他吃饭表示感谢 却被以太累为由拒绝 看着赵医生离去的背影 小强迟迟挪不开目光 对赵医生的感情 也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没想到赵医生却遇上麻烦了 病人去世 家属却额上了医生 家属情绪一成激动 根本不听医生解释 必须得要个说 作为赵医生的好朋友 小强劝家属冷静 没想到更加激怒了对方 赵医生有口难辩 医院也不听解释 给了他停职调查处分 赵医生不服上级决定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花了一下午时间 调查出死者的手术记录 和住院期间的所有病例 患者的死亡属于正常死亡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没有关系 不是你说了算的 也不是我能做出的 赵医生做了两手准备 既然手术记录行不通 便请求院长召开听证会 和专家们一起讨论 还自己一个清白 没想到准备了一整晚 院长却突然反悔了 声称不想把事情闹大 为了保住医院的声誉 选择牺牲自己 对于这样的结果 赵医生显然不能接受 你们这么对我 如果只是堵住 患者家属的嘴 帮医院一个忙 我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们是 质疑我的专业 怀疑患者死亡 是由我造成的 这个我坚决不接受 我手术过程中 我一点错误都没有 赵医生情绪异常失控 从小到大 自己引以为傲的专业 不可能出现任何查复 凭什么不是自己的错误 却要自己来背费过 赵医生越说越激怒 小强安慰他冷静 一切都是未知数 安心等待医院调查结果 没想到赵医生更失控了 赵医生把自己关进房间里 没日没夜调查资料 对于门外小强的关心 也始终不理一局 等忙得差不多了 才想起门外还有根 在打开门时 只剩下了一盒饭 第一 吃东西 第二 吃好吃的东西 第三 好好睡一觉 看着小强的关心 赵医生心里莫名温暖 冷静过后 也意识到了自己太过冲动 为了感谢小强 打算请他吃顿饭 他约出小强喝酒 打算用酒精麻痹自己 服务员 酒 白酒 白酒 你被白酒灌进去 赵医生身体是放松了 可精神还一直紧绷着 自从停下工作后 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甚至活着都是浪费空气 这话从工作狂嘴里说出来 小强一点都不意外 甚至还想吐槽两句 你有生活吗 对不起 你有生活吗 你根本就没有生活好不好 你只有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做手术 所以你只有手术 你没有生活 小强的话一针见血 可赵医生还在自我麻痹 打心底觉得自己的生活 就是应该一台手术 接着一台手术 我这辈子死了 我都死在手术台前 我怎么了 我有错吗 我就是喜欢我的工作呀 我 而且我活的 我觉得特别好 我一直都灿烂 我特别灿烂 小强酒精上头 什么大事话都往外貌 不是工作有问题 而是人有问题 疯狂吐槽赵医生是个工作狂 恨不得把命送给工作 结果手术出了一点问题 就没了抗压能力 整天喊着要死要活 小强越说越激动 还让赵医生去看心理医生 自己也看过心理医生 结果只得到了四个大字 赶紧结婚 知道吗 说你跟我一样 就是要赶紧结婚 你知道吗 你就是要跟我赶紧结婚 不是 你要找一个人 你赶紧的结婚 赵医生已经喝懵了 但还是听出了不对劲 我把你当哥们 你却要跟我结婚生孩子 赵医生笑得直不起药 为了保住男人的面子 小强激起了战斗欲 小强十分不服气 两人都是孤寡男女 自己北京有套房 还有稳定的职业 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是会心疼人 非常适合结婚 这一套自我吹捧下 连赵医生都被洗脑了 我为什么不能像 就是这些姑娘 这些人 就正常的结婚 结婚就过日子 我为什么不能 这是本部剧中 尺度最大的一个片段 大到双方都没有反应过来 慌乱过后 小强迷离呼呼回了家 面对老母亲的质问 还想装作熬夜打麻将 就此忽悠过去 没想到赵医生一通来电 告诉小强手机忘拿了 直接暴露了两人 一起过夜的秘密 此时老母亲的脑子里 倒满了黄色废料 你们住一块吧 没有不是那样的 你别乱玩 你当心点啊你 我跟你说 没有你别乱想 经历了虚假的一夜起 小强返回取手机时 再也不能直视眼前这个女人 尴尬的脚趾抠出一座城堡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可人赵医生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可不能吃亏了 咱俩昨天晚上没什么吧 没事 你放心绝对没事 我反正我不记得了 我 我就忘了我说什么了 赵医生哪能忘了 昨晚一时冲动 要去跟小强领证结婚 可谁还没个喝大的时候呢 喝醉说的话 一个字都不能信 酒醒了可就不算说了 赵医生意思很明确 我都说不记得了 你也得不记得 那嘴 你们这事就过去了 咱俩 别那么尴尬 咱还是以前的好哥们 啊 赵医生 等一下 一张床都睡了 还怎么当哥们 小强心里瞬间冰凉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自己对赵医生的感情 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 只是爱情还没开始呢 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赵医生接了个电话 老爸朋友的儿子回来 非得跟自己见面 小强嘴上这么说 但对于这个没见过的情敌 又是从国外回来的 还是充满了好奇 这个情敌有点猛 小强失落地回了家 满脑子都是赵医生 要跟别的男人去约会 捧着电话想打又不敢打 没想到人家主动打来了 美女为了弃走相亲对象 找了个人假装男朋友 要不你去把电影买好吧 当然情侣座啊 那些小强你等一下 你先回来吧 咱们改天聊了 不好意思啊 有点粘人 堵了小强这个工具人 还真想着跟人家看电影 正张落着买电影票呢 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赵医生还没到家呢 就被爸妈堵了个正着 赵爸恨铁不成钢 对方好歹是哈佛博士 人家爸还在医疗事故委员会工作 正好能帮赵医生 解决医疗事故 可赵医生浑身反骨 自己清清白白的 就算已经被医院停职调查 也不需要别人施舍帮自己 更不想因为一个人情 就把自己稀里糊涂送出去 你怎么能这么单着不结婚吧 我就算结婚我也不找他 那你找谁啊 这么多年你找谁了 我们不帮你张老 你有这份心思吗 我想结婚我明天就能结 不有人 我告诉你们是谁 赵医生承受着爸妈催婚 死者家属还胡搅满缠 非要赵医生道歉了 才答应出面谈话 赵医生身正不怕瘾的血 明明自己什么错都没有 凭什么要委屈求全 而医院为了保住声誉 也不愿意替自己证明 赵医生彻底绝望了 而能听自己发牢骚的人 也只有小强了 这该好好反省反省我自己 我怎么成这样 工作一直是我的全部 你知道吗 我最热爱的东西就是他 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我什么都不干 我也不谈恋 我就是为了工作 我突然发现 我什么都会抓住 我以前我全都错了 赵医生突然有些后悔 当初还不如像别的姑娘一样 和喜欢的人一块生活 谈恋爱结婚生子 过着自己能控制得了的生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工作工作干不成 就连结婚对象 都不能亲自挑 比起父母安排的对象 自己更希望那个人是想起了 小强愣了几秒钟 心情一瞬间从谷底升到云端 迫不及待表达自己的心 其实昨天你去见张颖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在家里我就发现我心慌了 这一刻我当时特别想冲到你 那个餐厅 然后直接把你拽走 我发现我吃醋了 要不咱们俩去试试 两人终于牵水成功 小强几个月谈了八百个女朋友 早就游刃有余了 可赵医生单身多年 突然谈起恋爱 倒是闹了不少笑话 赵医生紧张地全身发抖 咖啡杯都不会拿了 两人选了一部爱情天 打算找找恋爱的感觉 赵医生目视前方 心里却慌得一批 慢慢把身体靠向小强 还是老油条小强给力 一把抓住了赵医生的手 没想到强不过三秒又损了 小强又把手伸向赵医生 慢慢地搂住了他 可算是突破了身体接触 但赵医生的表情 像是要去赴死一样 紧张的身子都直了 知道是两人在谈恋爱 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偷袭呢 两个小时坐下来 电影演了什么不知道 腰间盘倒是突出了不少 医生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为了尽快步入恋爱模式 竟当场掏出了电脑 把两人过去的恋爱史 总结了一个表格 赵医生不停规划 甚至细致到了约会的每个细节 这实在太过刻意的方式 小强都忍不住 提醒赵医生放轻松 赵医生仍旧自顾自看着攻略 妇娘说 恋人加速感情最快的方式 就是一起去旅游 这也是赵医生所有计划 最正常的一项 做完了所有规划 才安心地合上电脑 说走就走 两人开启了第一次情侣出行 就像是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只要是情侣定房 永远就只剩下一间 还是一间大床房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一张大床 对一张大床 你们这能加床吗 这个我们可以帮人加个床垫子 行 一进房间 赵医生立刻换上自己带的床单被掉 里里外外消毒了个病 才安心地住下 到了令人期待的夜晚 小强拖着床垫笔来摆去 才找到满意的位置 孤男寡女共主一世 还想看看电视 缓解缓解微妙的气氛 没成想人家拿起了书 小强识相地关了电视 又提出聊聊天 哪成想还没聊两句呢 人家又打起了瞌睡 没有情侣间火热的夜晚 还是各自做梦算了吧 没想到赵医生还想着这事 对不起 怎么了 结婚前 我不会跟你发生那种关系 当然 当然 老强尴尬地躺下 却听见赵医生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吓得他立马弹起来 还以为把人家吓哭了 没哭 我笑了 我上网查过 有人说 恋人之间的睡前一晚 特别能增起两个人的感情 两个三十好几的男女谈恋爱 连接吻都要提前练习 又是放松身体 又是调整呼吸 没想到两人凭实力单身 只要一接近对方 就笑得停不下来 关键时刻 还得吃颗薄荷糖冷静冷静 经过不断的变换姿势 两人终于体会到了接吻的感觉 可心里的感觉 却没有想象中的嫉妒 赵医生委屈地躺回备屋 晚心期待下一步的小强 也只能不舍地回到地上 一晚上都难以入睡 赵医生却是一夜好梦 等他醒来时 却发现小强睡在阳台上 把自己折叠成了折纸 动都动不了 赵医生一招妙手回春 小强歪脖子好了一大半 只是去爬山的原计划 只能就此取消了 赵医生自顾自看起了书 没成想越看越入迷 把自己男朋友 忘在了酒消云外 小强无聊地在屋子里转圈圈 又害怕打扰人家看书 戴上帽子敲咪咪走了出去 等女友电话打来时 都把度假村溜达遍了 小强悠哉悠哉晃着腿 幻想着和赵医生摘信的浪漫画面 可一连等了两个半小时 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小强提着信回到房间 女友却正在讨论工作 女友说自己有个大学同学 想让自己去帮忙做手术 自己不好推脱 况且在这一方面 自己是国内最顶尖的医生 可对于小强来说 今天是两人的约会 约会时还想着工作 小强多少有些不能接受 赵凯 咱不是来度假的吗 对对对对 是来度假的 可是这个手术确实很重要 如果度不及时的话 可能换着 要不算了算了 我不去了 咱们那个才 我特别爱吃信 赵医生假装不在意 嘴里始终念叨着不去手术 继续看起了书 可小强看得出来 女友身在曹银 心在汉 最终还是妥协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小强 谢谢你了 你太好了 真的 你知道吗 你这样和住一个人在命 你知道吗 小强 小强你太不像了你 女友第一次夸自己 也是因为自己 没耽误他工作 小强咬了一口心 从嘴里酸到了心里 可更酸的还在后面呢 在你的生命当中 除了手术以外 就没别的了吗 我需要工作 带给我的那种满足感 那你今天能不能不工作呢 女朋友是个工作狂 停止查看期间 都要帮别人做手术 小强原本不抱希望 没想到女友犹豫片刻 提出了一起去游乐场 这还是女友第一次放下工作 愿意全心全意和自己约会 小强再三询问 始终得到肯定答复后 才止不住的激动 嘴角都快飘到天上了 没成想才刚走出门 女友又变卦了 让自己先陪他去趟医院 小强把女友送到医院 自己在外面等着 赵医生已经下定决心 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辞职 没想到却被院长告知 在这次的医疗事故中 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并恢复了自己的职务和一切工作 赵医生忍不住动心 从普通医生到泌尿科主任 承载了自己所有的心血 不可能说放弃就能放弃 赵医生接受了医院的安排 只是没想到 马上就有一台手术 想起还等着自己的男朋友 赵医生没有多少用 电话通知男友别再等自己后 毅然居然投身到了工作中 可小强却没有离开 可小朋友玩了一下午 又睡了一大觉 才等到下手术的女友 赵医生怕男友不高兴 特意抽空陪他吃饭 可男友始终冷着脸 才吃两口就饱了 小强太累了 不只是等累了 也是心累了 我现在每天的心情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我每次都是充满期待 充满希望 但是每次都是以绝对的失望告终 不看我是个人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等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女友拼命到着前 答应推掉后天的手术 把一整天时间都留给小强 小强生气归生气 但还是原谅了女友 刚好后天是端午节 两人约好一起去小强家吃粽子 包了一天的粽子 结果女友连个影子都没出现 小强小脾气层一下就上来了 小强大口大口往嘴里塞 当妈的算事看出来了 儿子这是又犯绿脾气了 立马拿来饭和装菜 让儿子给女友送去 大男子主义作祟的小强 嘴上硬刚着不需要 可身体却很诚实 还是将饭送到了医院 女友临时加了一台手术 忙得都忘了通知自己 小强知道女友很累 她不仅仅是女朋友 更是个好医生 救死扶伤永远放在第一位 可医生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为了放松大脑 两人到电影院看电影 电影开场没多久 赵医生就睡了个昏天暗地 等在醒来时 人早就走完了 这下可恶了大事了 小强再一次被嫌弃 女友心里只有工作 完全不把自己放在心上 正一脸哀怨 就差把生气写在脸上 女友又是现殷勤 又是半鬼脸 才把小强哄高兴 还特意到了个班 专门把时间留给小强 恰好今天是小强同学聚会 人家不是带着老婆 就是带着女朋友 只有自己这么多年 还是个黄金单身汉 今年能有人陪就好了 女友马上接受到信号 答应陪小强去参加同学聚会 小强激动不已 等女友舒适打扮时 迫不及待跟老同学炫耀起来 小强转头一看 女友小西装简约性感 发型精致美丽 这不得咽压全场 羡慕死那群兄弟们 心里正美滋滋呢 没想到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患者大出血 女友必须得亲自操刀 医生女友投身到了手术中 可自己炫耀出去的牛皮 全被同学们当成了笑 不管小强怎么解释 同学们就是不信 死命惯自己喝酒 就快招架不住时 就英雄的美女出现了 美女才当出场 就维护上了小强 时隔多年再次见到初恋 小强自然成为了全场焦点 同学们都忍不住调侃 别人都二婚三婚了 初恋都离一带两娃了 小强还是个黄金单身汉 这番迷惑发言 说得小强更郁闷了 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 却三番五次放自己鸽子 总是没有安全感 可初恋作为过来人 劝小强要想结婚 就得抓紧下手 人家这么好的条件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 是别的都挺好的 但我真的发现 她是个工作狂 没有工作就没法生活 这我怕以后结了婚 就没法协调 大头 你呀就是四天想后 想的太多了 你要不是这个性格 上次咱俩也不会 听了初恋的话 小强火急火燎赶到医院 谁知敲了好半天门 才知道女友早就已经回家了 小强等在女友家楼下 被告知最多十分钟就下了 可等了一个又一个十分钟 连女友的影子也没看见 小强越想越生气 等见到女友时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怎么了 你还问我怎么了 你跟我说在下面等十分钟 我等了一个半小时 你问我怎么了 赵医生有些懵圈 同是明天第一次独立手术 只是问自己几个问题 交代一些手术流程 可在小强看来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自己 你都是给我打电话说一声 你知不知道我在下面等 你等了一个半小时啊 小强 你说是你的一个小时重要 还是人家一条命重要 这两码事 小强忍不住翻起旧长 自从两人在一起后 女友总是在忙工作 自己总是无限制地等下去 在这段感情里 丝毫感觉不到自己被需要 根本就是在浪费生命 这突如其来扣上的帽子 女友也不乐意了 你干嘛这么说呀 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不愿让你等 你别等了 你自己这样的 你干嘛这么说我呀 现在等你成了我生活的重点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不想把自己弄像个越南一样 赵医生情场失忆 职场上又被上了一课 女人在事业和家庭中 该如何选择 赵医生永远把工作 放在第一位 可精心培养的手下 却要放弃工作 结婚去当家庭主妇 你这事你得慎重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可惜啊 反而要是因为我的工作 忽略照顾我家庭我老公 我才觉得可惜呢 我这次要再不结婚 我老公都该不要我了 男人没那么久耐心 看着手里的情体 手下的话不停在脑子里重复 赵医生沉默了很久 想起自己总是因为工作 三番五次和男友吵架 两人三十几岁的年纪 或许不适合这种恋爱方式 赵医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咱们结婚吧 你想结婚 我也真的需要一个家 既然我们都已经认定对方了 我们就跳过那些 那些腻歪的恋爱过程 我们就直接在一起 你觉得 婚姻能解决我们恋爱中的问题吗 赵医生真诚地向男友道歉 因为工作冷落了对方 虽然两人总是为此争吵 但自己真的很喜欢男友 不甘心就这么分手 我跟你说过 我觉得你真是对我特别好 真的 如果我想结婚呢 我认定那个人就是你 那你觉得我行吗 你跟我结婚行吗 我这个人 我其实 我挺真诚的 真的 我除了工作上事多点以外 我真想有个家 我就害怕 如果再这样 这样谈下去 有可能连哥们都做不成了 我舍不得 咱们就结婚吧 面对女友的直求攻击 小强一时有些承受不住 对于两人的未来 也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也不想因此错过 小强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 可强霸却儿子甚重 毕竟两人的差距 还是有点太大 可当妈的却十分高兴 催儿子赶紧下手 况且人家姑娘不仅是博士 还是国内顶尖的一把手 这样的条件 比小强以往的任何一位女朋友 都要好得多 妈说一句最俗气的话 特别是经济方面 她不但不会成为你的负担 她还能帮助你 你说这样好的姑娘 你上哪儿找去啊 小强 就这样就结婚了 强妈马上翻日丽 选了个良辰吉日 让儿子去领证结婚 虽然女友又因为工作 差点又耽误时间 但最终两人还是暗时 出现在了婚姻登记 怎么带着孩子来结婚 两人尴尬地起身离开 好不容易坐对了地方 眼瞅着前面就剩一顿 小强既期待又紧张 想象着以后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好生活 可赵医生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以后不打算有孩子 如果女友过个十年八年 想要我也说不定 可能会用试管婴儿吧 经不经洗一不意外 这样王渣的消息 却被人家单方面通知 小强丝毫感觉不到 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存在感 强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还特意做了个大蛋糕 等着儿子回来庆祝 李炮相机准备齐全 打算记录这美好时刻 可以开门却只有小强一个人 发生了这样的事 赵医生也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小强父母 只能不停倒着歉 也因此看清了一个事实 自己就适合一个人生活 除了疯狂的工作 没有任何一件事 能带给自己满足感 可造成这样的局面 赵医生始终充满了痛 面对小强的安慰 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赵医生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其实两人都没有错 一个渴望在感情中被需要 一个追求在工作中发光发亮 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却不能改变自己 融入到对方的生活中去 小强又一次失恋了 但琴场失忆战场得意 成功升职加薪 没想到新冠上任第一天 就碰到卫生局检查 小强却一点都不慌 因为负责检查的 不仅是大学同学 还是自己的初恋 正美滋滋准备套进壶了 谁成想下一秒就被打脸了 你管事就 跟我说吧 小强挨了一顿P 不仅被要求临时全部下架 还得去局里交罚款 可小强新冠上任第一天 就在员工面前丢了面子 奖金还被扣掉了 气冲冲签了字后 下班就冲上门找人家算账 我在你家楼下呢 你下来 干什么呀 你先下来再说 当面说来电话说 小强电话里的嚣张气焰 瞬间消失了一半 还强撑着脾气 打算投诉他 只是这光天化日之下 美女被老光头堵在角落 保安立刻冲了过来 打算来一场英雄救命 一听说两人认识 财依依不舍地离开 小强火速倒戈 两人重回好朋友的相处模式 闲聊起各自的生活 初恋离异待度啊 为了孩子上学 才大老远跑来北京生活 前夫哥是个机长 整天不落地 根本没时间管鸟俩 只是小强没想到 都当妈的人了 风采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小强印象很深刻 大意识的心生舞会 初恋穿得十分火辣 一出场就成了全场焦点 全班男生眼睛都看直了 但是没有一个敢出手 只有自己胆子最大 果然还是年轻好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初恋脑子一热 干脆去蹦迪巴 重新找找青春的感觉 两人凭着当年的记忆 找到学校门口的敌厅 只是老地方早就变了样子 可这影上来了 只能再找一家新的 台上气氛组疯狂热物 两位夕阳红老人都傻眼了 怎么跟以前的老年迪斯科不一样 路练可不复老 转身就上台蹦了起来 小强猛炫一口酒 也跟着上了舞台 三十好几的老男人蹦迪 魔幻的舞姿连DJ都惊得 小强和初恋得死了一整网 第二天身体都快散架了 走道都没老太太利索 偏偏又遇上了保安情敌 故意绕着自己来回跑路 瞧瞧情敌得死的样子 再看看自己站不稳的双腿 小强脸上更挂不住了 干嘛呢 群怒啊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小强拖着双腿坐下来 自己都成这熊样了 初恋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正打算调侃一下呢 没成想人家不但精力充分 还趁机损了自己一把 耍完嘴炮 身体该治还得治 小强颤颤巍巍走到按摩店 结果全身都是毛病 不仅腿部肌肉拉伤 腰也闪了 按摩师傅语重心肠 劝小强踢球要节制 小强老脸一红 总不能说自己是蹦迪蹦的 只能借颇下旅 我以前是笑对主力 好汉不提 别人一红 你怎么沉稀 你算上班去了吗 我身体也不出来 一个疼得不醒 一个笑得不停 最后还得互相搀扶 才能往前挪两步 想起小强还有个医生女友 这不是正好派上用场了 初恋劝小强赶紧结婚 可没想到两人早就分手了 撇清了自己 小强又一脑子吃瓜心态 问初恋为什么离婚 又脑补了一场 机长前夫哥花心大萝卜 到处留情的戏码 这种疑神疑鬼的男人 趁早踢开也好 只是小强心疼初恋 毕竟一个女人带着娃 其中的心酸 只有当事人才懂 为了让孩子 赢在气跑线上 初恋卖了房子 送女儿上了国际学校 将来送孩子 去国外留学 说曹操曹操道 学校电话一响 女儿又咬了别的小朋友 当妈的拖着散架的身体 才去学校断完案子 自己又惹上的累赘 单亲妈妈刚从便利店出来 就遇上了送温暖的 话还没说完呢 三温暖都跑得没影了 晨曦找了个清静的地方 吃着干巴巴的饼干 就着一瓶矿泉水 就算是解决了午饭 正愁接下来干啥呢 初恋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约自己吃午饭 陈希光速打脸 这才不得已实话实说 原来家里停水停电 才随便对付两口 自己也懒得去饭馆吃 可小强信誓旦旦 有一个地方 保证吃一次就爱不释手 这副神秘的样子 瞬间勾起了陈希的好奇心 问人家还不肯说 陈希嘴角微微一勾 毕竟曾经是初恋 拿捏小强还不简单 两人乐呵呵去寻找回忆 三温暖却姗姗来迟 只能哀怨地望着 两人亲密地背影 手上的盒饭也没送出去 弄个温暖都送不成 老能吃饭 胃还不吃坏了 闲吃萝卜但操心 话还没说上两句呢 就操心起了别人的生活 三温暖生气地吃着盒饭 就着陈希剩下的矿泉水 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酒酒 另一边 两人刚吃完小炒肉 陈希却抱怨难吃 没了以前的味道 其实跟原来味道差不多 太远了 主要是因为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口味高了 两人一边消食一边聊天 感受着学生时代的美好 又恰好遇上了以前的老师 小强帽子一摘 给老师出了一道难题 猜一猜吧 我们是食品管理九四级的 你是曹小强 人是想起来了 这两人的关系 余老师也想起来了 两人尴尬的脚趾抠地 可更难应付的还在后面呢 你们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吧 孩子多大了 是男孩女孩 是女儿 你马上就七岁了 长得像谁啊 长得 像他爸爸 像他爸爸 你还好吧 小强连忙否认 肯定完全跟自己不像 心里便直嘀咕呢 又不是自己的女儿 像自己人家亲爸也不干了 差点就暴露了两人 根本不是夫妻 关键时刻陈希踩了一脚 才没让小强说漏嘴 看着两人感情这么好 老师也满脸欣慰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过 绝对不能离 好 老师的美好祝福泡汤了 连晨曦都难闷 小强一把年纪了 明明各方面条件也不差 早就应该孩子一大堆了 结果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还混得这么悲催 只是他还不知道 小强一个夏天谈了六个女朋友 最后全都黄了 个个都说是真爱 还怪命里姻缘没有到 可能我太天真了 然后那个小感情啊 就像泼出去的水啊 但悲催的是 天天都在给我泼水节 你还相信爱情 小强提起上一段感情 两人都坐到婚姻登记出了 却发现根本不爱彼此 现在连自己也不确定 到底相不相信爱情 说完了自己 小强反问起晨曦 可人家却一言不发 只是微笑地看着自己 两人边走边聊 距离也越走越近 看到路边的烟囱 又勾起了小强的回忆 自从晨曦毕业去了南京之后 自己总是睡不着觉 偷偷跑到学校抽烟 被保安主任抓了个阵阵 被狠狠教育了一顿 小强当的笑话说了出来 可对晨曦来说 或许也是个遗憾 陈希深情地望着小强 眼看气氛越来越暧昧 就剩下一层窗户纸 却被一通电话拉回现实 怀念旧情太入迷 连女儿今天放假都忘了 给宝贝女儿的大餐 还没准备好吗 等晨曦带着小强到家时 小机灵鬼把地都擦完了 母女俩完够了 才注意到身后的小强 来来来 让曹叔叔看看 你跟你妈妈长得像不像 哦 还是有一点像 我觉得你这个发型很酷 有点像樱桃小丸子 我的发型为你的酷 彤彤玩得高兴了 拉着曹叔叔做起游戏 测测两人有没有缘分 小手打在大手上 哪只手疼就拿出哪只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哪只手疼 这只手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做九个这样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我们有缘分 是吗 这样是有缘分 我也感觉到了 这鬼妈小精灵太随你了 刚做完游戏 彤彤又拉着曹叔叔 去参观自己的房间 一会儿介绍艺术品 一会儿敲架子骨 迫不及待展示自己 两人happy了好半天 才想起厨房做饭的妈妈 点菜环节更有意思了 小鬼对着墙上的菜单一顿比划 把饭菜安排得明明白白 看着密密麻麻的菜品 小强都惊呆了 这上面所有的菜都会做吗 当然了 这上面写全呢 每个星期都会换一次菜单 一天只会泡方便面 臭小巧 这么多年不许我进步吗 去强一样的家 我要吃鱼丸粗面 木鱼丸 那就粗面 粗面也不一样 刘大厨一出手 瞬间俘获了小强的胃 彩虹屁一个劲的吹 甚至比西餐厅做得还好 还答应下次带彤彤 一起去西餐厅吃饭 没想到小鬼懂得比谁都多 不仅了解西餐厅 连小强的心思都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是我妈妈 那曹叔叔可以追你妈妈 你妈可以被曹叔叔追吗 当然能了 不 小强叔叔就老了 我跟你妈妈可是大学同学 你中西小强是毕业的 我跟你妈妈是同班同学 我比你妈妈大两岁 吃完饭后 小鬼充当起了洗碗酱 认真地刷洗碗筷 两个大人站在身后 像是为孩子保驾护航的父母 妈 老叔叔 你将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多加放个小时 没问题 这一幅温馨的场面 一直持续到晚上做游戏 小强陪着彤彤打电动 妈妈也参与进来 像极了一家三口的亲子时光 没想到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小强正高兴呢 损友却要死要活的 男人得了怪病 连医院都查不出来 富婆女友甩下五万块钱 也抛下自己另寻新欢 谁欣赖他这五万块钱 我还我爷爷要真死了的话 我就值这五万块钱吗 果然风水轮流转 以前爱甩别人 如今被别人甩 到了人之将死的时候 又开始后悔自己的人生 自己在世上走一遭 连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感情也是总开花不结果 什么都没有着陆 我这个年龄 就应该带着自己爱情的结晶 牵着自己的老婆 在公园里边散散铺走走路的 死了以后我的坟钱 有人喊我一声爸爸 给我上上香 献小花 我他妈的白来这一世 见损友这么悲观 小强刚想出口安慰 损友的前女友却来了 小强识向的离开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两人 可对于这个难看的前女友 黄伟业一点都不想搭理 前女友不放心伟业 想让他再去医院查查 自己又是大医院的护士 能帮上不少忙 可伟业并不领情 十句话里十一句都在碾人 另一边小强也着急上火 带着初恋一起醒喷 小强特意找来初恋 托他联系了专家 给损友治病 没成想黄伟业直接自暴自弃 说什么都不肯去 我去了有用吗 我去了多少家医院了 能治好吗 结果都查不出来 心理医生我也看了不少 天天拿一小球在我眼睛晃悠 晃得头更晕了 去一次我就失败一次 你别让我说这碎了 见黄伟业破罐子破甩 陈希直接来应他 黄伟业 你有意思吗 你觉得这样说我很迷吗 别我装大颐巴郎 先来看病去 快点 你这太突然了吧 黄伟业彻底心会议了 寻发了告别短信 一把将手机扔进酒杯里 自己还好端端活着呢 陈希先遇上麻烦了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陈希刚答应了相亲 保安队长又来送公了 刻意送来报纸垃圾袋 还舍不得走 朝屋子里四处打量 疼不疼没在 童童 出校啊 没回来 出校 对对对 出校了 那孩子长得聪明祸祸 长得还真 腿情理了 以后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 你给我打个招呼就中 我那兄弟他们不中的话 我停着来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摸着人家的柜子 还想再多聊几句 要不是陈希出口送客 送温暖都不舍得走 陈希如约去相亲 哪成想对方不仅又矮又老 还对自己十分喜欢 更抓马的是 这幅滑稽的场面 还被出恋男友 撞了个正正 小强明显一脸猝硬 但又没有立场质问 还得人家先说出来 小强吐槽陈希 积不择食 可只有陈希知道 担心妈妈伤不起 只要有人打心理 接受母女俩 也没什么不好的 小强想说些什么 最后还是默默闭上了嘴 不像送温暖 来得越来越频繁了 上次还只是送物资 这次还特意挑出陈希的快递 亲自给送货上门 还带了老家的特产 陈希实在推托不过 只能先收下了 又特意叮嘱送温暖 下次千万别再 送温暖嘴上答应着 但身体还是不老实 一个劲往屋子里看 一会儿问问没气 一会儿又关心地露 连给花浇水都想帮忙 剑实在没话说了 才不舍地退了出去 陈希关上房门 诧异地挠了挠头 实在不懂送温暖 是什么意思 不过没来得及多想 自己得先去开会了 连女儿都是小强帮忙接的 没想到小祖宗要求还不说 小强使出十八般武艺 才把小祖宗哄好 带回了自己家 这可把强妈高兴坏了 奶奶你擦地板 你擦地板 哪要想客人 可以擦地板呢 对不对 我们说了 小孩也要支持起立的 对 要支持起立的 要支持起立 这样 到那个餐车上面 有一个大苹果 你去把那个苹果洗掉它 好不好 小孩自己把它吃掉 小孩可爱归可爱 但是把初恋的女儿带回家 强妈还是有点担心 害怕两人就情复燃 下一秒又唉声叹气 要是两人当初没分手 孩子也该这么大了 强妈帮童童一起洗苹果 看着两人的背影 小强心里也涌入一股暖 这要变成自己的孩子 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吃过饭后 小强把童童交给了妈妈 母女俩唱唱跳跳走到家门口 门上却挂了一袋特产 还写着送来的温暖 不用多想 肯定又是保安队长送的 晨曦却没想到 匆匆扔到了角落里 另一边小强刚睡着 就接到了晨曦的电话 晨曦又打回来道歉 原来是家里冰箱坏了 母女俩都吃了布丁 才不停地拉肚子 挂掉电话后 小强火速熬了一锅粥 立刻给娘俩送了过来 这一举动可把强妈担心坏了 对方离婚还拖着个孩子 万一两人旧情复燃 儿子又多了一份负担 打算让老头找个机会 好好提点提点儿子 可自家儿子呢 正忙着打听自己的情敌呢 现在宝安都管送快递了 他不仅管送快递 而且还送过我们家大早什么的呢 被刺客 我怕你眼神 多嘴啊 他那人啊 整个人一个伤名了 早都晚 一个一次 什么暖来呀 头手 连小孩子都看得明明白白 小强也有些心疼 让晨曦赶紧找个伴 母女俩有个小病小难 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说得容易 照你说的啊 一个女人离了婚 带着一个孩子 哥你 你要吗 我难忘了 小强默默抱着饭盒 多想说一句我愿意 只是自己都还没身份了 保安队长又来抢活了 光棍保安骚扰单亲妈妈 故意算好时间 堵在人家楼下 方队长 你能不能不要再 私自解我的快递和包裹吧 我问过人家快递员了 就每次我的东西来 你就把我的东西滑了出来 然后亲自给我送过来 这样有必要吗 陈希明却拒绝 别再给自己送快递 也别总是找借口 去自己家送一些土特产 本想吓唬吓唬保安 再送就投诉他 没想到人家还急了 你干啥要投诉我呀 我那是对你好 你投诉我干啥呀 你到底干嘛 我都对你这样了 咋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要再骁扰我了 溜女婶 你干什么呀 动手动脚的 你很熟吗 保安队长充满自信 看陈希一把年纪 还离婚带着的孩子 觉得人家肯定没人要 自己还是未婚单身 又想找个城里媳妇 在北京扎根 自称两人简直是绝配 还大言不惭地发誓 以后一定对母女俩好 这可把陈希恶心坏了 你 有病吗 你咋这样对我呢 我 我还帮你们家帮我冰箱呢 老家进来的早 我自己都没使得吃 全给你送过来 你 你咋这样呢 保安队长一心想吃天鹅肉 总是上门骚扰陈希 一张大脸对到门上 实在是太过晦气 陈希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打电话找出链帮忙 小强火速飞奔过来 没想到人家往地上一坐 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小强拿出手机报警 保安队长才怂了 提着东西灰溜溜走人 走一半还是不服 骚扰到自己家门口 陈希直接向物业投诉 要求开除保安队长 陈希把保安的所作所为 当众说了出来 况且自己家还有个孩子 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命 见小强走了上来 没成想保安一边拖致死 一边又开始造谣 单亲妈妈伤不起 保安队长维持上天鹅肉 就想毁掉女人的名声 光天化日之下恶意造谣 态度还十分嚣张 把两人的家底摸得清清楚楚 计划打击暴风 遇上这样的神经病 陈希只当自己倒霉 劝小强别放在心上 让他也不敢来报复 谁之话还没说完吧 癞蛤蟆就喝得烂醉如鸣 在门口耍酒疯 嚷嚷着要陈希给他一个交代 一见小强从屋里出来 癞蛤蟆更魔真乱 非说陈希喜欢自己 小强只是想取代自己 搞得自己像受害者一样 癞蛤蟆一心想攀高枝 却没想过自己配不配得上 一会儿不放过陈希 一会儿又要炸电梯 小强连哄带骗 才把这个神经病送走 闹了这么一出 两人都有些后怕 小强决定充当贴身保安 保护母女俩的人身安全 没想到才过了一天 打电话没人接 孩子也被人接走了 害怕癞蛤蟆又来作妖 小强着急上火了一整天 就差报警了 娘俩才终于出现 我带同学去吃西餐了 去老默吃西餐了 然后顺便看了个电影 小强终于松了一口气 才放心送娘俩上楼 没想到电梯就坏了 小强二话不说 朝着楼梯就往上爬 一句泪都不喊 一口气干上了13楼 看着这个温暖的男人 陈希心里涌入一股暖 打算亲自下厨 好好谢谢小强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 连孩子都看出来 小强是春风得意了 可得了绝症的损友 就没那么好过了 就算全世界只剩咱们两个人 我立马做变形手术 我跟你当姐妹 男人得了绝症 前女友不离不弃照顾 却被男人羞辱嫌弃 我来是做牛做马 我也会报答你 但是咱俩真的不合适 春风你该干嘛干嘛你 对了 我还给你准备蛋糕了 我给你拿蛋糕 咱们先吃蛋糕好吗 我先拿蛋糕 我话还没说完 我先拿蛋糕 黄伟业的冷漠态度 连朋友都看不下去了 哪个男人得了绝症 前女友不离不弃的照顾 好歹在外人面前 给人姑娘留点面子 欣然默默留着眼泪 只是想在伟业最后的生命里 陪在他身边 就算自己受尽了委屈 也都心甘情愿承受 粗略地抹干净眼泪 又装作高兴的样子 把蛋糕放在了桌子上 欣然的所有伪装 在这一刻支离破碎 但他依旧不想放弃 甚至还想给黄伟业生的孩子 等他走了之后 自己带着孩子耽误 再苦再累也不后悔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晨曦最有发言权 一边劝欣然别太担心 一边传授带孩子的经验 可这一切都是幻想 毕竟当事人十分抗拒 叫你让他干嘛干嘛 你怎么还错个人了 你点心要点脸 大老爷们 你有没有良心你啊 面对晨曦的教训 黄伟业知道 人和人不一样 尤其是单身母亲 晨曦漂亮又有姿色 根本不愁找不着对象 可欣然呢 顶着一个红鼻头 再带着一个脱油品 以后有谁能要她 我爸 我就敢今天死 明天我也不会跟你结婚 就算全世界只剩咱们两个人 我立马做变异手术 我跟你当姐妹 你该干嘛干嘛去 伟业你太过分了 我就过分了怎么 看不过一块混蛋 真心被踩在脚底见他 欣然再也受不了了 呼着离开令他心碎的地方 而伟业也终于 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我要是不耍混蛋 我要是不过分 我们俩人真在一块 他怎么办 老天要惩罚我 我认了 我不能再拖一点被子 他是一个好姑娘 谁都知道 那我怎么办 我要是真把他留下来 我怎么再有混蛋 伟业没了牵挂 静静地等着生命流逝 可好有春天却来了 曹小强 我现在跟你结婚 你立马当后爹 你问他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你问他 我愿意啊 陈希瞬间愣住了 只是开个玩笑 怎么人家还当真了 从屋里走到屋外 陈希越想心里越堵得慌 毕竟两人相处了这么久 说没想法也是假的 看出陈希眼里的期待 小强也认真起来 坦白自己的心声 自从再次遇见陈希母女 三个人一起吃饭 一起玩 真的有种一家三口的感觉 只是诗哥多年再次心动 陈希还有很多顾虑 后来这层窗户纸 陈希也不再隐瞒 两人再次相遇时 就想过和小强再续前运 恰好两人还是彼此的初恋 都省得磨合了 只可惜小强那会儿有女朋友 只能将想法扼杀在摇篮里 况且自己又离婚怠惰啊 实在不忍心对小强这个 黄花大小伙吓声 两人紧紧相拥 感受着失而复得的爱意 可父母这一关 小强却不知道该怎么过 自己妈生怕两人就情复燃 正犹豫怎么开口呢 就撞见了老两口的名场 小强想了半天 这会儿坦白从宽 就是往火坑里跳 最后还是没能说出口 用工作圆了过去 还没松口气呢 又得解决新女儿惹的麻烦 小女孩打伤了男同学 态度还十分嚣张 这可把当妈的气坏了 母女俩谁也不让谁 眼看着就要动手了 关键时刻还得小强出手 耐心的教育彤彤 没一会儿就解决了问题 俩人还说起了悄悄话 拉钩上吊后 高高兴兴地去找同学和好 小强也忍不住吐槽 彤彤的大姐大脾气 简直跟当妈的一模一样 但还是做好了表率 找小朋友求和 全小区群众出动 终于找到了男同学 两个小鬼也终于和好 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小强对彤彤越来越上心 彤彤也越来越喜欢强叔叔 陈希和小强的关系 也到了更进一步的时候 但能不能继续发展 还得过孩子这关 你跟曹叔叔聊好不好 那你觉得妈妈 可不可以跟曹叔叔谈恋爱呢 他是挺好的 那我能不能跟他谈恋恋呢 我现在还没成人 这种事我没有拿回 为了获得女儿的支持 当妈的发誓 和小强结婚之后 一定加倍对女儿好 而另一边小强 犹豫了半天之后 也像父母坦白的两人的恋情 正如小强预料的那样 果然此话一出 强妈的脸瞬间拉了下来 什么样的对象不能找 偏偏就找个离婚 还托着个孩子的 不等小强多做解释 就气得回了房间 偏偏家里其他人也不理解小强 觉得他太过冲动 你看这事 你慢慢说不行吗 什么他心脏不好 你就这么一下 好小强 好马 你不是个好马 小强深深叹了口气 还是先让老妈静静 自己去了陈希家吃完饭 有了孩子的闹腾 心情都好了不少 我们是做鬼花好吃 可是今天是你妈妈要请我吃饭 不 我不想吃鬼花 我就要吃溜飞肠 我不爱吃 我爱吃 妈妈我爱人生生 我要进来鼓了 点完菜后 小强送上香吻一枚 又准备陪孩子做游戏 一家三口高高兴兴 正期待着开饭了 前夫哥却回来了 前夫哥无视小强的存在 直接奔向了你了 许久不见的父女俩十分开心 玩起了翻跟头游戏 这幅奇乐融融的画面 让小强心里十分复杂 对于这个突然回来的男人 陈希显然也有些意外 立马向前夫介绍 小强是自己男朋友 没想到人家只是呕了一声 就摆起了男主人的架子 前夫哥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明明小强才是未来的男主人 却弄得自己像第三者插足 只能尴尬地先离开 陈希也觉得十分愧疚 不停地道着歉 前夫被派去美国公干 自己也不知道 人家会突然回来 明明说好了请小强吃饭 也被他搅黄了 虽然小强嘴上说着没关系 但陈希还是过意不去 送走小强后 立马为他打抱不平 你干嘛甩脸子给人家看 我甩脸子了吗 我就长这样 等等 爸爸刚才甩脸子了吗 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瞎说 这不你先当着孩子的面问的吗 咱可都说好了 个子交朋友没关系 就是别当着孩子的面 跟着带家来 他跟我住一个小区 方便 不仅前夫哥意见很大 强妈也不同意两人交往 自从儿子坦白恋情后 强妈整天吃不下睡不着 干脆追到了陈希楼下 想要亲自找他谈谈 却被小强拦了回去 妈我跟你说了 我心里有数 你有数你有什么数呢 人带个孩子呢 小强强行拖着老妈回了家 可老妈依旧不死心 第二天趁着儿子上班时 早早就等在了陈希楼下 想跟他好好聊聊 其实陈希也明白强妈的顾虑 一个女人离婚又带着孩子 害怕成为小强的负担 既然陈希都表态了 强妈也不在掖着了 强妈嫌弃儿子女友是单亲妈妈 亲自上门劝对方放弃 面对这样的请求 陈希请强妈放心 自己一直特别努力赚钱 还卖了以前的大房子 攒够了女儿从幼儿园 到以后留学的所有费用 在金钱方面 完全不会给小强造成负担 陈希尽量取得强妈理解 虽说自己是离过婚带着孩子 不被大多数家长接受 但同样身为一个女人 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强妈理解归理解 可事出在自己家 还是过不了心灵的道坛 就算存在这样的现实问题 陈希还是不甘心 两人从大学分手后 兜兜转转了十几年 好不容易重新在一起 却要被硬生生撕开 陈希不想放弃来之不易的爱情 但强妈也不想让儿子 刚结婚就当上后爹 陈希心里很不适滋味 另一边小强也不好过 前夫哥找到小强 一开口就阴阳他没钱 给不了母女俩好的生活 不像自己 开了半辈子飞机 条件自然十分优渥 以前忙得没时间 可现在掉到了管理层 以后多的是时间陪女儿 他想让小强当说客 劝陈希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让女儿跟着自己过 这样一来 两人之间没得累赘 还能过上二人世界 一举两得的好事 小强立刻开口拒绝 孩子是陈希的命根子 自己也十分喜欢童童 不可能放弃母女俩 眼看前夫哥不达目的 又开始了道德绑架 这对苦命鸳鸯凑在一起 分享了彼此的遭遇 虽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 但小情侣依然十分乐观 小强更加背对孩子好 却掀起了一场 亲爹和后爹大战的场面 彤彤高兴的何不拢嘴 围着礼物又蹦又跳 当妈的还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贵重的礼物 担心小强破费了 小强心里也喜滋滋的 只要孩子喜欢 不管多贵都得买 这女孩子就得贵养 多让她借你好东西 知道吗 红色的 对 这话说的对 这闺女就得宠着养 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在我这 要不然随便什么东西 就把她给带走了 是不是 前夫哥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 既损了小强太普通 又讽刺了前妻眼光不好 顺带还吹捧了自己 这番阴阳怪气的发言 不仅仅是吃醋 还有男人之间奇怪的胜负欲 果然下一秒 前夫哥秒变好爸爸 下载了最新款的音乐软件 一下子吸引了女儿的注意力 这里什么东西 还有鼓呢 看着父女俩亲密无间的样子 后爹也不甘示弱 一句想一起组装 又把孩子拉拢到了自己身边 两个老父亲暗中叫着静 你叫一声 我喊一句 都想让孩子跟自己亲近 却苦了孩子 要为两个大人的幼稚买单 看着小女儿为难的样子 两个大男人这才意识到 就为了愤出个高低 竟然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送孩子回房间后 前夫哥立马坐不住了 讽刺小强着急献殷勤 还没结婚呢 就上赶着网上贴 网好听了说 孩子只是多了一个免费的玩具 真的谢谢你 不过你俩关系再好 我估计也好不过我这亲爹 前夫哥继续查言查语 按说自己应该给小强同位置 可谁让当初离婚的时候 两人已经商量好了 在家里留一个房间 方便他回来看孩子 要不这样吧 咱俩一块儿跟他玩 看你到底 他跟谁玩得最高兴 我反正都为他好对不对 不用了 还是我走 别别别别 一起玩嘛 一块玩 人家亲电话都说到这份上 小强名不正言不顺 也没资格继续待在这儿 没成想人倒霉的时候 喝口凉水都塞牙 电梯还不识相地坏了 小强心里更堵得慌 压根不想听解释 只是提醒陈希 分手不分家 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 陈希自知对不起小强 为了给小强一个名分 他决定好好和前夫哥谈谈 你如果 如果可以自己出去租房子的 我可以为你负担一部分房租 你还这样行不行 行 我明天就给你当房 前夫哥倒是爽快 不仅保证赶紧给人家疼地方 钱也一分不要 但是有一个条件 必须拿到女儿的抚养权 并承诺从今往后 孩子出国生活的费用 全部由自己一个人承担 陈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孩子从小到大 当爹的连一次都没管过 现在孩子长大了 自己也要开始新生活了 前夫却硬插一脚 还大言不惭道 自己整天辛辛苦苦工作 都是为了母女俩 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着孩子的面 前夫哥也不藏着掖着 必须要得到孩子抚养权 可同样为孩子发愁的 还有强妈 自从儿子和陈希在一起后 像是被下了骨一样 整天围着母女俩转 甚至忽略了自己的以后 强妈不反对两人在一起 但问题还得解决 还打算要孩子吗 对方还想再生孩子吗 一连串问题送出去 连小强自己都没有答案 你是先学会做彤彤的后把 还是先学会 做自己孩子的父亲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考虑 暂时先不要自己的孩子 小强等得起 可强妈等不起了 刘晨新年纪也不小了 再继续拖下去 怕是生不了孩子了 就算两人真爱无敌 可哪个老人不希望 儿子能有自己的孩子 能抱上亲孙子孙女 强妈的苦口婆心 却无形中 给小强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问题 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 实在不行 我就不要自己的孩子了 一个前夫一个亲妈 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小强硬撑的想办法 找前夫哥商量行不通 让母女俩搬到自己家 老妈肯定也不同意 甚至还想先斩后奏 干脆直接去领证 办法倒是不少 却都以失败告终了 但压不垮的小强 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放弃 知道很难 但是晨曦 你在我心里已经是亲人了 这次我不会再错过你了 有了晨曦的肯定 小强也有了底气 打算找前夫哥摊牌 还真让前夫哥猜对了 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小强苦口婆心劝说 孩子从小是母亲一手带大的 要是夺走抚养权 简直要了当妈的命 小强处处为母女俩考虑 可面对前夫哥冰冷的态度 为了让他彻底放手 小强不惜下了血本 前夫哥立马乍毛了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 可在当爹的眼里 也是捧在手前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话了 别说是后爸也能付出爱 在有些事情上 后爸还真比不上亲爹 前夫哥一手感情牌 打得小强像急了小丑 只能郁闷地摸着脑袋 半天都憋不出一句话 前夫哥坚定态度 前妻的事他无所屌位 可孩子的抚养权 必须得归自己 也一定得归自己 说完便起身离开 留下小强独自郁闷 可亲爸和后爹的修罗场 恰好被小强的老舅听到 一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老舅 立马把谈判现场 一字不落地告诉了强妈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老两口前一秒还在反思 害怕儿子越陷越深 最后受到伤害 可又怕逼得太紧 让儿子更痛苦 老舅这么一搅和 事情倒是更难办了 饭桌上 老两口尽量控制住脾气 询问小强的想法 小强 你说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怎么能跟人家孩子 他爸爸去争夺抚养权呢 陈希希离不开孩子 同样就是他的命 这点我能理解 母子连心谁也分不开 那你给我记住了 你千万不要参与 人家孩子的事 管你做什么礼拜都不是人 男人故意刁难前女友 张口就要十份佛跳墙 没想到前女友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现在要十份佛跳墙 马上 我现在等了急用呢 这边等了救人用 你快点 好好好 十份佛跳墙 马上就送到 等佛跳墙送到时 黄伟业又大喊着没胃口 故意耍脾气不吃 就为了让前女友 至那而退 没想到欣然太着急 不小心打碎了所有罐子 看着欣然满身汤水 为了自己甘愿狼狈的模样 黄伟业再也忍不住 伟业 你看我多笨呢 没事 我再去给你重新定 伟业不是故意和她作对 只是自己命不久矣 不想拖累这么好的姑娘 伟业紧紧抱着欣然 也打算重新振作起来 去医院好好检查 没想到她不是脑癌 却是眼睛上的问题 伟业又怀疑自己是眼癌 三个人紧张地等着 医生的诊断 到底什么毛病 眼底充血 结膜发炎 我经常头晕眼花 你怎么整 隐形眼镜戴反了 眼镜戴的不合适 必然会引起头 另外她还有些罪名 看来你在西藏的时候 就在那里了 每夜死都没想到 一直以为的不治之症 滴几滴眼药水就好了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她浑身充满干净 在医院翻起了灯头 欣然反复看着诊断单 看着伟业开心的背影 也打心底里为她高兴 只是她好了 自己就再也没有理由 继续待在她身边了 于是留下一封信 便消失在了伟业的生活中 你没事了 我特别高兴 可我也知道自己该走了 因为一切又跟以前一样了 我还是那个多余的人 经过这次乌龙事件 伟业厌倦了以前 虚无缥缈的生活 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离不开心人 也该和爱人安定下来了 可人家电话打不通 家里和公司都去了 始终找不到人 好不容易蹲到了人 人家还处处躲着她 你要干什么 你什么态度 你电话也不接 家你也不回 还调整夜班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现在好了 咱俩都不合适了 你等会儿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下 伟业是春风得意了 可好朋友小强的生活 却是一团糟 不是说好了 孩子归我吗 这说什么抚养权 你还要什么抚养权 你要是同意 就签字 我该补的全补 前夫哥态度强硬 不同意就上法院 可孩子就是陈希的命根子 自然不同意交给别人 把协议撕成了渣渣 以泄自己心头之恨 陈希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千叮零万主妇后 才放心把孩子送上车 可前夫的话 像是压在心里的石头 逼得他喘不过气 没想到因为自己交了新男友 就差点失去女儿 陈希决定重新考虑两人的关系 小强永远站在陈希身后 不想放弃 来之不易的幸福 更想给陈希一个家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一起面对接下来的困难 却撞见了小强父母 陈希慌忙躲避 强妈还是走到了跟前 想约他谈谈 陈希坐立不安 生怕强妈下一秒 又说出劝他离开小强的话 没成想强妈 不仅没有反对 反而不在意陈希是个单亲妈妈 只是心里始终有个疙瘩 还是两人结婚以后 还要不要再生的孩子 谁知陈希还没表态呢 小强的反应比陈希还大 我们重新走到一起有多么不容易 我完全接受陈希的一切 我接受童童 我喜欢童童 我可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三口之家生活在一起 也会幸福的 你从来都没有为我着想过 我就想抱抱我自己的孙子孙女的 强妈发誓会对童童好 可毕竟当父母的 都希望家里的血脉能够延续 面对老两口的殷切希望 小强陷入两难境地 对得起陈希 就对不起父母 正愁该怎么办呢 陈希一番话惊呆了众人 我一定要给小强生一个孩子 我这么爱小强 小强你这么爱我 我们都浪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好容易走到一起 我们这么珍惜对方 如果我们可以结婚在一起 我为什么不给他生一个孩子 这不是问题 更重要的是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 生一个孩子 长得又像他又像我 看着他再长一遍 多好 你看 你还要问什么 你要再不答应 我都不同意了 不许说不答应 强妈激动得热泪盈眶 紧紧拉着陈希的手 看着为了自己甘愿付出的女人 小强也十分感动 把他紧紧包在手心里 一家人终于消除芥蒂 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 可前夫哥又来作妖了 前夫为了争夺女儿抚养权 竟偷偷带走了孩子 当妈的可着急坏了 凭什么让他把孩子接走 你们应该联系我 我是孩子的母亲 在家长联系社上 管先生也是联系人之一 原来三天以前 前夫就悄悄带走了孩子 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陈希找到前夫单位 却被告知人已经去了美国 回到家后才发现 孩子的行李和玩具 已经全都不见了 陈希十分肯定 孩子被可恶的前夫带去了美国 正着急的不知如何是好事 前夫竟委托了律师 代表自己和陈希 商量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管您把孩子带走 为什么不跟他妈妈商量一下 为什么 管先生说 刘陈希女士 已经自动放弃了对管同的抚养权 所以没有必要再跟他商量什么 我放弃抚养权 是他在跟我要抚养权 他一直在跟我要 我没同意 律师却拿出一份证明 询问陈希两人当初离婚时 是否曾经有过一份口头协议 等孩子成年后 双方才能考虑结婚 如果孩子成年之间 有一方违约再婚 将自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听完律师的陈述 陈希才回忆起 当初两人离婚时 的确有过这么一说 也清楚地意识到 前夫是想利用自己快要再婚的理 从自己身边抢走孩子 陈希彻底绝望了 求求你把抚养还给我 抚养是我的命根 你们一定要把抚养还给我 这是抚养好的 你们这是抚养好的 我知道你们是抚养好的 我不建议 你把抚养还给我 前夫的狠毒 彻底切断了母女俩的联系 陈希绝望地坐在电脑前 一连好几个小时不吃不睡 死死地盯着对话框 生怕漏掉一丝 能和女儿沟通的机会 陈希十分痛恨自己 竟让前夫为所欲为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带走孩子 要是能早一点发现 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 小姐 我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彤彤了 会的 不会的 怎么可能 我会不会这一辈子 就再也见不到彤彤了 不会的 陈希就这么做了一晚上 直到天都亮了 也没收到女儿的消息 就在内心无比绝望时 终于联系到了女儿 前夫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 偷偷把女儿带到了国外 当妈的疾风了 好不容易联系上女儿 正要问什么时候回来 女儿就被爸爸拉走 陈希苦苦哀求前夫 求他把孩子带回来 两人好好谈谈 只要肯把孩子带回来 不管什么条件 自己都答应 可无论自己如何恳求 前夫根本就不在乎 可前夫态度十分冷漠 撂下一句要带孩子玩 便狠心挂断了电话 陈希心碎了一地 疯了似的怒吼 打翻了小强特意胜了粥 小强既心酸又无奈 但也只是收拾好残局 继续默默守在陈希身边 你多想吃一口吧 我妈做的粥 我知道你不想吃 你强迫自己吃一点 要不然的话 你身体盯不住的 小强安慰陈希别多想 既然女儿现在还安全 剩下的事情 一起慢慢解决 可陈希已经走投无路了 连女儿的下落都不知道 甚至不敢合眼 生怕自己睡着了 错过了女儿的电话 可一直这样下去 总会拖垮身体 看着陈希憔悴的样子 小强心疼坏了 答应帮她盯着电话 才终于劝动陈希 去房间睡一会儿 小强实在不放心 默默守在房间外面 连饭都顾不上吃 每隔一小会儿 便进去悄悄看看 想让她多休息一下 可直到晚上 陈希都没有任何动静 女人不小心吃了安眠药 怎么喊都没反应 幸亏男友发现的急事 送她去医院洗温 才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陈希的前夫为了 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偷偷把孩子带去了国外 陈希正担心呢 就收到了前夫的消息 此时也顾不上身体 飞快地跑到了电脑前 哀求前夫把孩子送回来 听到女友说的话 小强内心极度纠结 她是真的喜欢陈希 但也知道孩子是陈希的命 不想让她为难 她也不知道 这段感情 究竟会走向什么结局 几天后 前夫带着孩子回了国 母女俩终于团聚 可小强一连好几天 都联系不上陈希 电话不接 人也没去上班 甚至连房子都租了出去 就在她以为 陈希就此消失在 自己的人生中的时候 陈希却又忽然出现了 陈希告诉小强 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自己跟前夫签了协议 在女儿成年之前 不会跟任何人谈婚论嫁 彤彤现在只有七岁 也就是说 我们还要再等十一 小强 十一天 我们谁都等不起 别等我 我真的 就这样 再四十圈 小强呆呆地愣在原地 大学时的初恋 时隔多年破镜重圆 原以为找到了最终的幸福 却还是没能跨过 现实的门槛 这次失败的感情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心痛 或许是命运的捉弄 也或许是缘分的注定 而治愈这一切的 只有依旧打不死的小强 小强继续着忙碌的生活 父母也打算回老家 不再逼迫小强结婚 以后一切顺其自然 看到合适的勇敢去追 把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老舅也打算告别小强 告别懒惰地过去 去闯荡属于自己的人生 连一项不靠谱的海王随友 都为了爱人上岸 和爱的人领了结婚证 过上了踏实的日子 家人朋友都过上了 想要的生活 小强始终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 肯定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在等着自己 为了他 我要更加热爱生活 我要每天都健健康堂了 快快乐乐的 我要努力工作拼命挣钱 就是为了有一天碰到他的时候 可以组成一个幸福的家 小强努力生活 很快当上了新店人导 他也相信 总有一天自己的希望 一定可以实现 一二三就喊茄子哈 一二 超好强